耶利米书第一章《遍雅敏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 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十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亚靖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希里加在位的末年, 以至十一年五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 耶利米说,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 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立你做列国的先知。 我就说,主耶和华呀,求你观看,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 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说圣魔话,你都要说,不要惧怕他们的脸色,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耶和华对我说, 看啊,我已将我的话放在你口中。 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帮列国之上, 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轻浮,又要建立,栽质。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圣魔。 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 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要急速施行我的话,使得成就。 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圣魔。 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朝北而清。 耶和华对我说,必有一栽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 耶和华说,看啊,我要召北方列国的众族, 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入口, 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诚意。 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了我, 向别神烧香,敬拜自己手所造的, 我要发出我的叛语,攻击他们。 所以你当树妖,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 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黄,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羞愧。 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奸臣,铁柱,铜墙, 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 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 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第二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 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 我都记得。 那是以色列归,耶和华未胜, 又做土产出熟的果子, 凡吞吃他的,必算未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 这是耶和华说的, 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 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的列祖献我有甚魔罪孽, 竟远离我,随从虚假, 自己成为虚妄的呢。 他们也不说, 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 引导我们经过旷野, 荒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因, 无人经过, 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 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 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 但你们进入的时候, 就玷污我的地, 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 祭司都不说, 耶和华在哪里呢? 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 牧者也违背我, 先知及巴黎说预言, 随从无意的事。 耶和华说, 我因此必仁与你们争辩, 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 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 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 看有这样的事没有, 岂有一国换了他们的神, 其实那些不是神, 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意的众神。 诸天啊, 你们要因此惊奇, 极其恐慌, 甚为凄凉, 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 就是他们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 又为自己凿出池子, 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以色列是仆人吗? 是家中生的奴仆吗? 为何他被掳掠呢? 少壮狮子向他咆哮, 大声吼叫, 使他的地荒凉, 成意也都焚烧, 无人居住。 挪夫人和达比尼人也打破你的头顶。 这是临到你身上, 不是你自招的吗? 不是因耶和华你, 神因你行路的时候, 你离弃了他吗? 现今你怎敢在埃及路上要喝西河的水呢? 你怎敢在亚述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 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 你背道的是必责备你。 由此可知可见, 你离弃了耶和华你的, 神,不存敬畏我的心, 乃为恶事, 为苦事。 这是主大军之耶和华说的, 我在古时折断你的恶, 解开你的绳索。 你就说, 我必不犯罪, 谁知你在个高纲上, 个清脆树下偏离行业。 然而, 我在你是上等的葡萄树, 全然是纯正的种子, 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 你虽用削, 多用肥皂洗浊, 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你怎能说, 我没有玷污, 没有随从种巴黎。 你看你谷中的路, 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 你是快行的独风陀, 狂奔乱走。 你是野驴, 灌在旷野, 欲心发动就西风, 起兴的时候, 谁能使它转去呢? 凡寻找它的必不至疲乏, 在它的月份必能寻见。 我说, 你不要使脚上无邪, 喉咙干渴。 你倒说, 这是枉然。 我喜爱外人, 我必随从他们。 贼被捉拿, 怎样羞愧, 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 首领, 祭司, 先知也都照样羞愧。 他们向木头说, 你是我的父, 向石头说, 你是生我的。 他们以背向我, 不以面向我, 极致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 起来拯救我们。 你为自己做的众神在哪里呢? 你遭遇患难的时候, 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 犹大呀, 你众神的树木 与你成的树木相等。 耶和华说, 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 你们都违背了我。 我则打你们的儿女是突然的, 他们不受惩治。 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你们的先知, 好像残害的狮子。 这世代的人啊, 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 我岂向以色列做旷野呢? 我岂坐幽暗之地呢? 我的百姓为何说, 我们是主, 再不归向你了? 厨女岂能忘记他的装饰呢? 或心腹岂能忘记他的美衣呢? 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 你为何修饰你的道路, 要求爱情呢? 所以你也教恶人行你的路, 并且你的衣襟上有无辜穷人的血, 这非因我隐秘寻查而得, 乃是在这一切衣襟上。 你还说, 我既无辜, 耶和华的怒气必定向我消了。 看啊, 我必与你争辩, 因你自说, 我没有犯罪。 你为何东跑西奔要更换你的路呢? 你也必因埃及蒙修, 像从前因亚树蒙修一样。 你必两手抱头从埃及出来, 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所以靠的, 你必不因他们的顺利, 耶利米书第三章。 他们说, 人若休妻, 妻离他而去, 做了别人的妻, 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 若收回他来, 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 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银, 还可以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向众高丘举目观看, 你在何处没有银行呢? 你坐在道旁等候他们, 好像阿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 并且你的银行邪恶, 玷污了全地。 因此甘临停止, 晚宇不降。 你还是有淫妇之额, 不顾羞耻。 从今以后, 你岂不向我呼叫说, 我父啊, 你是我幼年的引导。 耶和华岂永远怀怒, 存留到底吗? 看啊, 你又发恶言, 又行坏事, 成你所能地去行。 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 耶和华又对我说, 背道的以色列所行的, 你看见没有? 他上个高山, 在个清脆树下行饮。 他行了这一切事以后, 我说, 你当回转归向我。 他却不回来, 他奸诈的姊妹尤大也看见了。 正当背道的以色列犯了奸饮, 我为一切缘故给他修书修他的时候, 我看见他奸诈的姊妹尤大, 还不惧怕, 也去行饮。 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 和石头木头犯了奸饮, 他就玷污了地。 虽有这一切的事, 他奸诈的姊妹尤大还不一心转向我, 不过是假意转向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对我说, 背道的以色列比奸诈的尤大还显位义。 你去向北方宣告说, 耶和华说, 背道的以色列啊, 回来吧。 这样我必不使我怒气临到你们, 因为我是慈爱的, 我必不永远存怒。 这是耶和华说的。 只要承认你的罪孽, 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 神, 在个清脆树下向外人东奔西跑, 没有听从我的话,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背道的儿女啊, 回转吧。 因为我已娶了你们, 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娶一人, 从一族娶两人, 带到西安。 我也必将和我新的牧者赐给你们, 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 耶和华说, 你们在国中生养增多, 当那些日子, 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会, 不追想, 不纪念, 不觉缺少, 也不再制造。 那时, 人必称耶路撒冷位耶和华的宝座, 列国必到耶路撒冷, 在耶和华立明的地方聚集。 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妄想的恶心形势。 当那些日子, 由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 从北方之地, 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之地。 我却说, 我岂能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 赐给你美地, 就是列国中肥美的产业呢。 我就说, 你必称我为我父, 也不再转离我。 以色列家呀, 你们像我行鬼诈, 真像妻子行鬼诈, 离开他丈夫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 在高丘听见人声, 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之声, 乃因他们走弯曲之道, 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 你们这背道的儿女啊, 回来吧, 我要医治你们背道的病。 看啊, 我们来到你这里, 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 盼望从小山, 或从众多的大山中得拯救, 真是枉然的, 以色列得救, 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 原来从我们幼年以来, 羞耻将我们列祖所劳碌得来的羊群, 牛群和他们的儿女都吞吃了。 我们躺卧在羞耻中, 我们的惭愧将我们遮盖, 因为从幼年以来, 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常常得罪, 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听从, 耶和华我们神的话, 耶利米书第四章。 耶和华说, 以色列啊, 你若回来归向我, 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 你就不被迁移。 你必平诚实, 公平, 公义, 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列国必因, 耶和华称自己未有福, 也必因他夸耀。 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 要开垦你们的荒地, 不要洒种在荆棘中。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 你们当自行割离, 归, 耶和华将心里的包皮除掉, 恐怕我的烈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 如火着起, 甚至无人能以熄灭。 你们当传扬在犹大, 宣告在耶路撒冷说, 你们当在国中吹号, 扬声招聚说, 你们当聚集, 我们好进入坚固城, 应当向西安树立旗帜, 要逃避, 不要迟眼, 因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 从北方来到。 那狮子从密林中上来, 纳面外邦人的毁灭者已经动身, 他处理本处, 要使你的地荒凉, 你的诚意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 因此, 你们当妖术麻布, 大声哀嚎, 因为耶和华的烈怒, 没有向我们转销。 耶和华说, 到那日, 君王和首领的心都要消灭, 祭司都要惊奇, 先知都要诧异。 我就说, 爱在, 主耶和华啊, 你真是大大的气哄这百姓和耶路撒冷, 说, 你们必得平安, 其实刀剑害极性命了。 那时, 必有话对这百姓和耶路撒冷说, 有一阵汗风从旷野高处向我民女子刮来, 不是魏博阳, 也不是魏阳静, 乃是一阵更大的风从那些地方向我刮来, 现在, 我又必发出叛语, 攻击他们。 看啊, 它必如云上来, 它的战车必如旋风, 它的马匹比因更快, 我们有祸了, 因我们被掳了。 耶路撒冷啊, 你当洗去心中的恶, 使你可以得救。 妄念居在你心要到几时呢? 有声音从但传扬, 从以法连山报祸患。 你们当传给列国, 报告攻击耶路撒冷的事说, 看啊, 有探望的人从远方来到, 向犹大的城义大声呐喊。 他们周围攻击耶路撒冷, 好像看守田园的, 因为他背叛了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的行动, 你的座位, 招惹这些事, 这是你罪恶的结果, 实在是苦, 是害及你心了。 我的肺腑啊, 我的肺腑啊, 我心疼痛, 我心在我里面发出声音, 我不能静默不言, 我的心啊, 因为你已经听见好声和打仗的喊声, 毁坏的信息联络不绝, 因为全地荒废。 我的帐篷忽然毁坏, 我的慢子顷刻破裂。 我看见旗帜, 听见好声, 要到几时呢? 我的百姓鱼丸不认识我, 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 有智慧行恶, 没有知识行善。 先知说, 我观看大地, 不料地是空虚混沌, 我观看诸天, 诸天也无亮光。 我观看大山, 不料劲都颤动, 小山也都稍稍动摇。 我观看, 不料, 无人, 诸天的飞鸟也都躲避。 我观看, 不料, 肥帝变为荒帝, 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 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 耶和华如此说, 全地必然荒凉, 我却不毁灭境界。 因此, 地要悲哀, 在上的诸天也必黑暗, 因为我言已出, 我一已定, 必不后悔, 也不转移不作。 全城的人因马兵和弓箭手的响声, 都必逃跑, 他们必进入密林, 爬上磐石。 各城必被撇弃, 无人住在其中。 你凄凉的时候, 要怎样行呢? 你虽穿上飞红衣服, 佩戴黄金装饰, 用颜料修饰面目, 这样标志是枉然的。 恋爱你的必藐视你, 并要寻锁你的性命。 我听见有声音, 彭扶妇人阵痛的声音, 又像生头胎疼痛的声音, 是女子西安的声音, 她自己哀哭, 扎开手, 说, 我如今有祸了。 因那些杀人的, 我的心疲倦了。 耶利米书第五章, 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 在宽阔处寻找, 看看有一人行公平求真理没有。 若有, 我就赦免这程。 其中的人, 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所起的事实在是假的。 耶和华啊, 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吗? 你击打他们, 他们却不伤痛, 你毁灭他们, 他们仍不受惩治。 他们使脸刚硬过于磐石, 不肯回头。 所以我说, 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 是愚昧的, 因为不晓得, 耶和华的座位和他们, 神的法则。 我要去献尊大的人, 对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晓得, 耶和华的座位和他们, 神的法则。 哪知, 这些人齐心将恶折断, 正开绳索。 因此, 林中出来的狮子, 必害死他们, 晚上的豺狼, 必灭绝他们, 豹子要在城外, 窥死他们。 樊出城的必被撕碎, 因为他们的罪过极多, 背道的事也加增了。 我怎能因此赦免你呢? 你的儿女离弃了我, 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 我使他们饱足, 他们就犯奸瘾, 成群地聚集在娼击家里。 他们像早晨喂饱的马, 各向他邻居的七发四生。 耶和华说, 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 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 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 实行毁坏, 但不可毁坏静静, 只可除掉他的栏杆, 因为不属耶和华。 原来以色列家和尤大家 大行诡诈带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他们虚传耶和华说, 这并不是他, 灾祸必不临到我们, 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现。 先知的话必成为风, 倒也不在他们里面, 这灾必临到他们身上。 所以, 耶和华大军之神如此说, 看哪, 因为你们说这话, 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喂火, 使这百姓喂柴, 这火便将他们吞灭。 耶和华说, 看啊, 以色列家啊, 我必使异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 是强盛的国, 是从古而有的国。 他们的言语你不晓得, 他们的话你不明白。 他们的剑袋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都是勇士。 他们必吃尽你的庄稼和你的粮食, 是你儿女该吃的, 必吃尽你的羊群牛群, 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 又必用刀空伐你所以靠的坚固城。 耶和华说, 只是到那些日子, 我不将你们毁灭净净。 百姓若说, 耶和华我们的神为神魔, 向我们行这一切事呢? 你就回答他们说, 你们怎样离弃了我, 在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众神, 也必照样在部署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人。 当传扬在雅各家, 报告在犹大说, 愚昧无知的百姓啊, 你们有眼不看, 有耳不听, 现在当听这话。 耶和华说, 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 我以永远的定力, 用沙位海的界限, 水不得越过。 因此, 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 波浪虽然翻腾, 却不能逾越, 虽然喷轰, 却不能过去。 但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心, 他们叛我而去, 心内也不说, 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 他按时赐语, 就是秋雨春雨, 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 永存不废。 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离你们, 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 因为在我民中有恶人, 他们埋伏好像涉网的人, 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 龙内怎样满了雀鸟, 他们的房中也照样充满诡诈, 所以他们得成为大, 而且富足。 他们肥胖光润, 作恶甚于恶人。 他们不为人断案, 就是不为无负的断案, 却仍亨通, 也不为穷人便屈。 耶和华说, 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 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 国中有可惊骇, 可惧怕的是, 就是先知说假预言, 祭司及他们把吃权柄, 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 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 耶利米书第六章, 遍雅敏人啊, 你们要聚集逃出耶路撒冷, 在提戈亚吹号, 在伯哈基林立火号, 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 从北方显出。 我好比女子西安, 称为秀美娇嫩的妇人。 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到他那里, 在他周围之搭帐篷, 各在自己所占之地使羊吃草。 你们要准备攻击他, 起来吧, 我们可以趁武师上去, 我们有祸了, 因为白日过去, 晚影甚严了, 起来吧, 我们夜间去毁坏他的宫殿。 因为大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砍伐树木, 筑垒攻打耶路撒冷。 这就是奈该伐的城, 其中尽是七啊。 全员怎样涌出水来, 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 在其间常听见有强暴毁灭的事, 痛苦损伤也常在我面前。 耶路撒冷啊, 你当受教, 免得我心离开你, 免得我使你荒凉, 成为无人居住之地。 大军之, 耶和华曾如此说, 敌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 如同摘尽葡萄一样。 你要向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 回手放在篮子里。 现在, 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警戒, 使他们听呢? 看啊, 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离, 不能听见。 看啊, 耶和华的话, 他们以为羞辱, 不以为喜悦。 因此我被耶和华的烈怒充满, 难以寒忍。 我要亲在宽处的孩童 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 连福待妻, 并年老得与日子满足的 都必被擒纳。 他们的房屋, 田地和妻子都必转归别人, 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居民。 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 都一味地贪婪, 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 他们清清乎乎地 医治我民女子的损伤, 说平安了。 平安了? 其实没有平安。 他们犯了可憎的事, 知道惭愧吗? 不然, 他们毫不惭愧, 也不知羞耻。 因此, 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 我向他们讨醉的时候, 他们必至倒下,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 询问古道, 哪是善道, 便行在其间。 这样, 你们心里必得安息。 他们却说, 我们不行在其间。 我又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 说要听号声。 他们却说, 我们不听。 列国啊, 因此你们当听。 惠众啊, 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 弟啊, 当听, 看啊, 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 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 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 也不听从我的律法, 反倒咽弃了。 从事扒出的香, 从远方出的甘蔗凤来, 给我有何意呢? 你们的烦祭不蒙悦纳, 你们的祭物, 我也不以为甘甜。 所以,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要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前面。 父亲和儿子要一同跌在旗上, 邻居与朋友也都灭亡。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 并有一大国必被兴起, 从地界来到。 他们要拿弓和枪, 性情残忍, 不施怜悯, 他们的声音像海浪喷轰。 女子西安啊, 他们骑马都摆队伍, 如打仗的人要攻击你。 我们听见他们的风声, 我们的手发软, 痛苦将我们抓住, 疼痛彭腹阵痛的妇人。 你们不要往田野去, 也不要行在路上, 因似为有仇敌的刀剑和惊吓。 女子, 我百姓啊, 应当妖术麻布, 滚在灰中。 你要悲伤, 如丧独生子痛痛哭号, 因为灭命的要忽然临到我们。 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 为保障, 使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 他们都是极叛逆的, 与毁谤的同行。 他们是同事铁, 全都是败坏的。 风箱被烧, 千被烧毁, 银降溶柱终是突然, 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 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 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 耶利米书第七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书, 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 在那里宣告这话说, 你们尽这些门径拜, 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 当听耶和华的话。 大军之,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你们改正行动作位, 我就是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 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 说, 这些是耶和华的殿, 是耶和华的殿, 是耶和华的殿。 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位, 在人和邻居中间, 诚然施行宫廷, 不欺压作客旅的无妇的和寡妇, 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 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 我就是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 就是我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 直到永永远远。 看啊, 你们依靠虚谎无译的话, 你们偷盗, 杀害, 奸引, 其假释, 向巴黎烧香, 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 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 在我面前站立, 又说, 我们得以自由, 行这一切可憎的事。 啊, 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 岂可看位强盗的窝吗? 看啊, 我都看见了,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们前往我在世罗的地方去, 就是我先前立位我名的地方, 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 向那地所行的如何。 耶和华说, 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 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 你们却不听从, 呼唤你们, 你们却不回答。 所以, 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 你们所以靠的殿, 与我所赐给你们, 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 照我从前向世罗所行的一样。 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 正如我赶出你们的众弟兄, 就是以法连的一切后裔。 所以, 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 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 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 因我必不听云你。 他们在犹大成义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 你没有看见吗? 孩子捡柴, 父亲烧火, 父女团面做饼, 献给天后, 又向别神交电祭, 惹我发怒。 耶和华说, 他们岂是惹我发怒呢? 不是自己惹祸, 以致脸上惭愧吗? 所以,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哪, 我必将我的怒气和烈怒, 倾在这地方的人和牲畜身上, 并田野的树木和地里的出产上, 必如火柱起, 不能熄灭。 大军之,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你们将凡祭放在你们祭上, 吃肉吧。 因为我将你们列祖,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 凡祭或别的祭的事, 我并没有提说, 也没有吩咐他们, 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 你们当遵从我的话, 我就做你们的神, 你们也做我的子民。 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 就可以得福。 他们却不听从, 不侧耳而听, 竟随从自己的计谋和妄想的恶心, 向后不向前。 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 直到今日, 我差遣我的仆人, 众先知道你们那里去, 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 你们却不听从, 不侧耳而听, 净映着景象行恶, 比你们列祖更甚。 所以你要将这一切的话告诉他们, 他们却不听从你, 呼唤他们, 他们却不回答你。 你却要对他们说, 这就是不听从耶和华他们, 神的话不受诚挚的国民, 诚实肖默, 从他们的口中剪除了。 耶路撒冷啊, 要剪发抛弃, 在高处哀哭, 因为耶和华丢掉, 离弃了惹他愤怒的时代。 耶和华说, 犹大人在我眼中行了恶事, 将可憎之物, 设立在称谓我名下的殿中, 玷污这殿。 他们在心嫩子骨, 建筑托斗斗特的众高丘, 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 这并不是我所吩咐他们的, 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 耶和华说, 因此, 看啊, 日子将到, 这地方不再称谓托斗特和心嫩子骨, 反倒称谓杀戮骨。 因为要在托斗特葬埋尸首, 甚至无处可葬, 并且, 这百姓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 并无人哄感。 那时, 我必使犹大成义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欢喜和快乐的声音, 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都止息了, 因为这地必然荒凉, 耶利米书第八章, 耶和华说, 到那时, 人必将犹大王的骸骨和他首领的骸骨, 祭司的骸骨, 先知的骸骨, 并耶路撒冷居民的骸骨, 都从坟墓中取出来, 抛散在日头, 月亮和一切天象之下, 就是他们从前所喜爱, 所侍奉, 所随从, 所求问, 所敬拜的。 这些骸骨不再收敛, 不再葬埋, 必在地面上成为粪土, 并且, 这恶族所剩下的民, 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处, 宁可减死不减生。 这是大军之耶和华说的, 你要对他们说, 耶和华如此说, 他们跌倒, 不再起来吗? 他转去, 不再转来吗? 这耶路撒冷的民, 为何恒久被盗呢? 他们守定诡诈, 不肯回头。 我留心听, 却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 无人悔改恶行, 说, 我所做的是甚魔呢? 他们个人转奔几路, 如马直闯战场, 空中的灌鸟知道来去的定期, 搬救白鹤与燕子也守候荡来的使令, 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 你们怎么说, 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 看啊, 他定法则实在枉然, 文士的笔都归图然, 智慧人惭愧, 惊慌, 被擒拿, 看啊, 他们气掉, 耶和华的话, 心里还有甚魔智慧呢? 所以, 我必将他们的妻子给别人, 将他们的田地给别人承受畏业,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 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 他们清清乎乎的医治我民女子的损伤, 说, 平安了, 平安了, 其实没有平安, 他们犯了可憎的事, 知道惭愧吗? 不然, 他们毫不惭愧, 也不知羞耻, 因此, 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 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 他们必至倒下,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我必要使他们灭绝, 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 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 叶子也必貂残, 我所赐给他们的, 必离开他们过去。 我们为何静坐不动呢? 我们当聚集, 进入坚固城, 在那里静默不言, 因为耶和华我们的, 神使我们静默不言, 又将苦胆谁给我们喝, 都因我们得罪了耶和华。 我们指望平安, 却得不着好处, 指望痊愈的时候, 不料, 遭了患难。 听见从但那里敌人的马喷鼻气, 全帝因他的撞马发私声, 就都颤动, 因为他们来吞灭这地, 和其上所有的, 吞灭这城与那些住在其中的。 看啊, 我必使蛇, 使鸡蛇到你们中间, 是不服法术的, 必咬你们。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正想安慰自己, 不要忧愁的时候, 我心就在我里面发昏。 听啊, 是我民女子因那些住在远方的发出哀声, 说, 耶和华不在西安吗? 西安的王不在其中吗? 耶和华说, 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重像, 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 收割已过, 下令已完, 我们还未得救。 先知说, 因我民女子的损伤, 我也受了损伤。 我披着黑衣, 惊慌将我抓住。 在激烈, 岂没有乳香呢? 在那里, 岂没有医生呢? 女子, 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 叶利米书第九章, 但愿我的头喂水, 我的眼喂泪的泉源, 我好为我民女子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 为愿我在旷野, 有行路人住宿之处, 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 因他们都是行奸淫的, 是行诡诈的一档。 他们弯起舌头, 像他们的弓一样, 为要说谎话。 他们在地上却不畏诚实奋勇, 乃是恶上加恶, 并不认识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们个人当警方邻居, 不可信靠兄弟, 因个人的兄弟要进行巧替, 所以, 个人的邻居要毁谤而行。 他们个人欺哄邻居, 不说真话, 他们交舌头学习说谎, 牢牢碌碌碌地作孽。 你的住处在鬼诈的人中, 他们阴行鬼诈, 不肯认识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大军之,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要融化他们, 试炼他们, 不然, 我因女子, 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 他们的舌头如见射出, 说话鬼诈, 人与邻居口说和平话, 心却谋害他。 耶和华说, 我岂不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 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 我要为山岭哭泣哀嚎, 为旷野的住处扬声哀嚎, 因为都已前交, 甚至无人能已经过。 人也听不现声出鸣叫, 诸天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都已逃去。 我必使耶路撒冷, 便为乱堆, 喂龙的洞穴, 也必使犹大的城邑荒凉, 无以人居住。 谁是智慧人, 可以明白这事? 耶和华的口, 向谁说过, 使他可以传说? 遍地为何灭亡, 前脚好像旷野, 甚至无人经过呢? 耶和华说, 因为这些百姓离弃了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 没有听从我的话, 也没有遵行, 只随从自己妄想的新行事, 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众巴力。 所以大军之,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看啊, 我必将阴臣给这百姓吃, 又将苦丹水给他们喝。 我又要把他们散在异教民中, 就是他们和他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异教民, 我也要使刀剑追杀他们, 直到将他们灭尽。 大军之,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应当思想, 将擅长哀歌的妇女赵来, 又打发人赵善哭的妇女来, 叫他们速速为我们哀哭, 使我们眼泪汪汪, 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 因为听见哀声处于西安, 说, 我们怎样败落了? 我们大大的惭愧, 因为我们弃了地土, 因为我们的居所将我们赶了出去。 父女们啊, 你们当听, 耶和华的话, 你们的耳朵当领受他口中的言语, 又当教导你们的女儿哀哭, 个人教导邻居唱哀歌。 因为死亡上来, 进了我们的窗户, 又入了我们的宫殿, 要从外边捡出孩童, 从街上捡出少年人。 你当说, 耶和华如此说, 人的尸首甚至避倒在田野像粪土, 又像收割的人遗落的一把盒架, 无人收取。 耶和华如此说, 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 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 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 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 认识我是耶和华, 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 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看啊, 日子将到, 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与未受割礼的, 就是埃及犹大, 以东, 亚门人, 摩亚人, 和一切住在旷野最角落处的, 因为这些国民都没有受割礼, 以色列全家心中也没有受割礼, 耶利米书第十章, 以色列家啊, 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不要效法一交之民的行为, 也不要为天象惊慌, 因一交的民为此事惊慌。 众民的风俗原是虚妄的, 人从树林中砍出一棵树, 是匠人手拿斧子所做的工, 他们用金银装饰它, 用钉子和堆子钉纹, 使它不动摇。 他们直立好像棕树, 但不能说话, 他们必须有人抬着, 因为不能行走, 不要怕他们, 因他们不能降祸, 也无力降福。 耶和华啊, 没有能比你的, 你本位大, 你的名也大有能力, 列国的王啊, 谁不敬畏你, 敬畏你本是合宜的, 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 并在他们的国里, 也不能比你。 他们尽都是触类, 是愚昧的, 木头不过是虚空的道理, 从他施带来成薄的银子, 并有从乌法来的金子, 都是匠人和银匠的手工, 又有蓝色紫色料, 喂衣服, 都是巧匠的工作。 唯, 耶和华是真, 神, 是活, 神, 是永远的王, 他一发怒, 大地颤动, 他一恼恨, 列国都担当不起。 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 不是那创造诸天大地的众神, 必从地上, 从诸天之下被除灭。 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 用智慧建立世界, 用箭矢铺张诸天。 他一发声, 诸天中便有多水激动, 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 他造闪电和雨, 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 个人在他知识里, 尽是畜类, 各银匠都因雕刻的像暴溃, 他所著的像本是虚假的, 其中并无气息, 都是虚无的, 是错谬的工作, 到追讨的时候, 必被除灭。 雅各的分不像这些, 因他是造作一切的主。 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杖, 大军之, 耶和华是他的名。 住在保障的人啊, 当收拾你的财物, 从国中带出去。 因为,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这一次, 我必将此地的居民, 好像用鸡弦甩出去, 又必加害在他们身上, 使他们觉悟。 您说, 或在, 我受损伤, 我的伤痕极其重大, 我却说, 这真是痛苦, 我必须忍受。 我的帐篷毁坏, 我的绳索折断, 我的儿女离我出去, 没有了, 无人在支搭我的帐篷, 挂起我的帽子。 因为牧者都成为畜类, 没有寻求, 耶和华, 所以他们必不得顺利, 他们一切的羊群也必分散。 听啊, 有风声来了, 有大扰乱从北方出来, 要使犹大成义变为荒凉, 成为龙的洞穴。 耶和华啊, 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 行路的人也不能指引自己的脚步。 耶和华啊, 求你从宽承治我, 不要在你的怒中承治我, 恐怕使我归于无有。 愿你将猎怒轻在不认识你的异教民中, 和不求告你名的各族上, 因为他们吃了雅各, 又吞了他, 而且灭绝, 使他的住处荒凉。 耶利米书第十一章, 耶和华的话, 领导耶利米说, 当听这约的话, 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 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 脱离铁卢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 说, 你们要听从我的话, 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这样, 你们就做我的子民, 我也做你们的神, 我好成就曾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 给他们流乃与蜜之地, 正如今日一样。 我就回答说, 耶和华呀, 愿你照你的话而行。 那时, 耶和华对我说, 你要在犹大城一中和耶路撒冷街道上, 宣告这一切话说, 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 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 直到今日都是从早起来, 告诫他们说, 你们当听从我的话, 他们却不听从, 不侧耳而听, 竟随从自己妄想的恶心去行。 所以, 我要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 临到他们身上, 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 他们却不去行。 耶和华对我说, 在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中, 有同谋背叛的事, 他们转去效法他们先祖的罪孽, 不肯听我的话, 又随从别神侍奉他们。 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背了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 所以, 耶和华如此说, 看哪, 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 是他们不能逃脱的。 他们虽向我哀求, 我也不听他们。 那时, 犹大诚意的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要去哀求他们献乡所供奉的众神, 只是遭难的时候, 这些神毫不拯救他们。 犹大呀, 你众神的树木与你成的树木相等, 你为那可耻之物就是像巴黎烧香的坛, 也与耶路撒冷接到的树木相等。 所以, 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 也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 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 我必不听。 我所亲爱的, 既与多人淫乱, 剩肉也离了你, 你在我殿中做甚魔呢? 你作恶就喜乐。 从前, 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 又华美又结好果子, 如今他用哄嚷之声点火在旗上, 只子也被折断。 原来栽培你的大君之, 耶和华已经说, 要降火攻击你, 是因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所行的恶, 向巴黎献香, 惹我发怒, 是自作自受。 耶和华指示我, 我就知道, 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名, 我却向绵羊糕或牛被迁到宰杀之地, 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 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 将它从活人之地剪除, 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 按公义判断, 查验人肺腑心肠的大君之, 耶和华啊, 我却要献你在他们身上报仇, 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 所以, 耶和华论道寻所拟命的亚拿图人如此说, 他们说, 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 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 所以大君之,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刑罚他们, 他们的少年人必被刀剑杀死, 他们的儿女必因饥荒灭亡, 并且没有余生的人留给他们, 因为在追讨之年, 我必使灾祸临到亚拿图人, 耶利米书第十二章, 耶和华呀, 我与你争辩的时候, 你显未易, 但有一件光乎你的判断, 我还要与你谈论, 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 大行诡诈的为何得福呢? 你栽培了他们, 他们也扎了根, 长大, 而且结果。 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 肺腑却于你远离, 但你耶和华呀, 你晓得我, 已经看见我, 查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 求你将他们拉出来, 好像江崽的羊, 预备他们好待宰杀的日子。 这地因其上居民的恶行悲哀, 一切田间的菜书, 因其上居民的恶行枯干, 要到几时呢? 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 因为他们曾说, 他看不现我们的结局。 耶和华说, 你若与不行的人同跑, 尚且绝泪, 怎能与马赛跑呢? 你若在所倚靠的平安之地, 尚且布局安稳, 在约旦河边的丛林, 要怎样行呢? 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 都用奸诈待你。 他们招聚群众跟着你, 虽像你说好话, 你也不要信他们。 我离了我的店鱼, 撇了我的产业, 将我心里所亲爱地 交在他仇敌的手中。 我的产业向我如林中的狮子, 驮发声攻击我, 因此我恨饿他。 我的产业向我如斑点的智鸟, 有智鸟在他四围攻击他。 你们来, 聚集田野的一切野兽, 带来吞吃吧。 许多牧者毁坏我的葡萄园, 践踏我的粪, 使我美好的粪变为荒凉的旷野。 他们始地荒凉, 地际荒凉, 便向我悲哀, 全地荒凉, 因无人放在心上。 灭命的都经过旷野, 来到一切高处, 因为耶和华的刀, 要从地这边, 直到地那边进行杀灭。 凡有血气的, 必不得平安。 他们种的是麦子, 瘦的是荆棘, 牢牢苦苦却不得益处。 因耶和华的烈怒, 他们必为你们所得之力羞愧。 耶和华如此说, 一切恶林就是哀尽, 我是百姓以色列所承受产业的。 看啊, 我要将他们拔出本地, 又要将由大家从他们中间拔出来。 我拔出他们以后, 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 把他们再带回来, 各归本业, 各归故土。 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 指着我的名启示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就像他们从前教我百姓指着巴黎启示, 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 他们若不顺从, 我必全然拔出那国, 将那国毁灭。 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第十三章。 耶和华对我如此说, 你去取一根麻布袋子树腰, 不可放在水中。 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 取了一根袋子树腰。 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 要拿着你所取的腰带, 就是你腰上的带子, 起来往右发拉底河去, 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 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 将腰带藏在右发拉底河边。 过了多日, 耶和华对我说, 你起来往右发拉底河去, 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 我就往右发拉底河去, 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刨出来, 现腰带已经变坏, 毫无用了。 那时,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 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 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 按自己妄想的心而行, 随从别神, 侍奉敬拜, 也必向这腰带变为无用。 耶和华说, 腰带怎样紧贴人腰, 照样, 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 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 好的名声, 得送赞, 得荣耀, 他们却不肯听。 所以你要以这话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个坛都要盛满了酒。 他们必对你说, 我们岂不确知个坛都要盛满了酒呢? 你就要对他们说,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使这地的一切居民, 就是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祭司与先知, 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都名顶大罪。 耶和华说, 我要使他们彼此相碰, 就是父与子彼此相碰, 我必不可怜, 不顾惜, 不怜悯, 却要灭绝他们。 你们当听, 荡策而听, 不要骄傲, 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 耶和华你们的神位使黑暗来到, 你们的脚位在昏暗山上半跌之先, 当将荣耀归给他, 当你们盼望光明, 他使光明便为死因, 成为幽暗。 你们若不听这话, 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 我眼必痛哭流泪, 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 你要对君王和太后说, 你们当谦卑, 坐在下边, 因你们的政权, 就是你们的华官已经脱落了。 南方的城壁都关闭, 无人开放, 由大壁全被掳掠, 且掳掠净进。 你们要举目观看, 从北方来的人, 先前赐给你的群众, 就是你加美的群众, 如今在哪里呢? 他要惩罚你的时候, 你还有什么话说呢? 原来你所教导, 叫他们做军长的, 如同首领侠管你, 愁苦岂不将你抓住, 像阵痛的妇人吗? 你若心里说, 这一切是为何临到我呢? 你的衣襟接起, 你的脚跟露出, 是因你的罪孽甚多。 埃塞俄比亚人, 岂能改变皮肤呢? 抱岂能改变斑点呢? 若能, 你们这习惯行恶的, 便能行善了。 所以我必用旷野的风, 吹散他们, 像吹过的碎街一样。 耶和华说, 这是你所当得的, 是我量给你的分, 因为你忘记我, 依靠虚假。 所以, 我要揭起你的衣襟, 蒙在你脸上, 使你的丑陋显出。 你那些行奸淫, 发丝声, 做淫乱, 并在田野的山上 行可憎恶之事, 我都看见了。 耶路撒冷啊, 你有祸了, 你不肯洁净魔, 几时才被洁净呢? 耶利米书第十四章, 耶和华论到饥荒之灾的话, 临到耶利米, 犹打悲哀, 城门衰败。 众人披上黑衣在土, 耶路撒冷地哀声上达。 他们的贵族已经打发家童打水, 他们来到水池, 找不着水, 就拿着空气泥, 蒙羞惭愧, 抱头而回。 耕地的也蒙羞抱头, 因为无雨降在地上, 地都干裂。 田野的母路生下小路, 就撇气, 因为无草。 野驴站在高处, 西风好像龙, 因为无草, 眼目失明。 耶和华啊, 我们的罪孽, 虽然做见证告我们, 还求你为你明的缘故行事。 我们本是多次被盗, 得罪了你。 以色列所盼望, 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啊, 你为何在这地向做客旅的, 又向行路的指住一宵呢? 你为何向受惊的人, 向不能救人的勇士呢? 耶和华啊, 你仍在我们中间, 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 求你不要离开我们。 耶和华对这百姓如此说, 他们这样喜爱流离, 不禁止脚步, 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 现今要纪念他们的罪孽, 追讨他们的罪恶。 耶和华又对我说, 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 他们进食的时候, 我不听他们的呼求, 他们献凡计和供计, 我也不悦纳, 我却要用刀剑, 饥荒, 瘟疫灭绝他们。 我就说, 哎, 主耶和华啊, 你看, 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 你们必不看见刀剑, 也不遭遇饥荒, 耶和华要在这地方, 赐你们长久的平安。 耶和华对我说, 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 我并没有打发他们, 没有吩咐他们, 也没有对他们说话, 他们向你们预言的, 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 并虚无的事, 以及他们本心的诡诈。 所以, 耶和华如此说, 论到托我明说预言的那些先知, 我并没有打发他们, 他们还说这地不能有刀剑饥荒, 其实那些先知必被刀剑饥荒灭绝, 听他们说预言的百姓, 必因饥荒刀剑, 抛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 无人葬卖, 他们连妻子戴儿女, 都是如此, 我必将他们的恶倒在他们身上, 所以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 愿我眼泪汪汪, 昼夜不息, 因为我民的处女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 我若出网田间, 就现有被刀杀的, 我若进入城内, 就见有因饥荒患病的, 连先知代祭司, 也往他们肃不认识之地, 你全然气掉犹大吗? 你心厌恶西安吗? 为何击打我们, 以致无法医治呢? 我们指望平安, 却得不着好处, 指望痊愈, 不料, 造了患难, 耶和华啊, 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 和我们列祖的罪孽, 因我们得罪了你, 求你为你明的缘故, 不厌恶我们, 不辱墨你荣耀的宝座, 求你追念, 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 外邦人虚无的神中, 有能降雨的吗? 诸天能自降甘霖吗? 耶和华, 我们的神啊, 能如此的不是你吗? 所以, 我们要等候你, 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 耶利米书第十五章, 耶和华对我说, 虽有摩西和撒末尔站在我面前带球, 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 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 叫他们去吧, 他们若问你说, 我们往哪里去呢? 你便告诉他们, 耶和华如此说, 定位死亡的必至死亡, 定位刀杀的必交刀杀, 定位饥荒的必遭饥荒, 定位掳掠的必被掳掠, 耶和华说, 我命定四样害他们, 就是刀剑杀戮, 狗类撕裂, 空中的飞鸟, 和地上的野兽吞吃毁灭, 又必使他们被洗到地上列国中, 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玛拿西, 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 耶路撒冷啊, 谁可怜你呢? 谁为你悲伤呢? 谁出去问你怎样呢? 耶和华说, 你弃绝了我, 转身退后, 因此我要伸手攻击你, 毁坏你, 我后悔甚不耐烦, 我在静内阁城门口, 用搏迹搏了我的百姓, 使他们丧掉儿女, 他们既不转离所行的道, 我必毁灭他们, 他们的寡妇在我面前比海沙更多, 我使灭命的武坚来, 攻击少年人的母亲, 我使她忽然临到, 使惊吓临到这城, 生过妻子的妇人力衰弃绝, 尚在白昼, 她的日头忽落, 她蒙羞爆溃, 其余的人, 我必在他们敌人跟前, 交与刀剑,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的母亲啊, 我有祸了, 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敬的人, 我素来没有借贷于人, 人也没有借贷于我, 人人却都咒骂我, 耶和华说, 你所余生的人必然安好, 灾祸苦难临到的时候, 我必要使仇敌善待你, 铁岂能使北方的铁羽钢折断, 我必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一切罪, 把你的货物财宝当掠物, 白白地交给仇敌, 我也必使你被仇敌带到你所不认识的地区, 因我怒中起的火, 要在你们身上焚烧, 耶和华啊, 你是知道的, 求你纪念我, 眷顾我, 想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 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 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责骂, 耶和华大军之, 神啊, 我得捉你的言语, 就当食物吃了, 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我没有坐在鸡翘人的会中, 也没有欢乐, 我因你的手独自静坐, 因你使我满心愤恨, 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 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 不肯痊愈呢? 难道你带我尽像说谎话的, 像绝境的水流吗? 所以, 耶和华如此说, 你若归回, 我就将你再带来, 你也必站在我面前, 你若将宝贵的从下贱的分别出来, 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 他们可以归向你, 你却不可归向他们, 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 他们必攻击你, 却不能胜你, 因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搭救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搭救你, 脱离恶人的手, 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 耶利米书第十六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 胜儿养女, 因为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 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 耶和华如此说, 他们必死得甚苦, 无人哀哭, 必不得葬埋, 却要在地上向粪土, 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 他们的尸首, 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 耶和华如此说, 不要进入丧家, 不要去哀哭, 也不要为他们悲伤, 因我已将我的平安, 慈爱, 怜悯从这百姓夺取了,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连大带小都必在这地死亡, 不得葬埋, 人必不为他们哀哭, 不用刀划身, 也不使头光秃, 他们有丧事, 人必不为他们撕裂自己, 因死人安慰他们, 他们丧父丧母, 人也不给他们一杯酒安慰他们, 你也不可进入艳乐的家, 与他们同坐吃喝, 因为大军之,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看哪, 你们还活着的日子, 在你们眼中, 我必是欢喜和快乐的声音, 新郎和心腹的声音, 从这地方止息了, 你将这一切的话, 指示着百姓的时候, 他们必问你说, 耶和华为什么说, 要将这大灾祸攻击我们呢, 我们有肾魔罪孽呢, 我们像耶和华, 我们的神犯了肾魔罪呢, 你就对他们说, 耶和华说, 因为你们列祖离弃了我, 随从别神, 侍奉敬拜, 离弃了我, 不遵守我的律法, 而且你们所行的, 比你们列祖更坏, 因为看啊, 个人随从自己妄想的恶心形式, 甚至不听从我, 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 只赶到你们, 和你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地, 你们在那里, 必昼夜侍奉别神, 在那里, 我必不向你们施恩, 所以, 耶和华说, 看啊, 日子将到, 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 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 耶和华启示, 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 从北方之地, 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 耶和华启示, 并且, 我要领他们, 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耶和华说, 看啊, 我要拆许多打鱼的, 把以色列人打上来, 然后我要拆许多打猎的, 从个山上, 各钢上, 各诗学中列取他们, 因我的眼目, 查看他们的一切行为, 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 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 我先要双倍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 因为他们玷污我的地图, 又用可艳可增之物的诗, 充满我的产业, 耶和华啊, 你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保障, 在苦难之日, 是我的避难所, 外邦人必从地级来到你这里, 说, 我们列祖所承受的, 诚然是虚假, 是虚空无益之物, 人岂可谓自己制造众神呢, 其实他们不是神, 耶和华说, 看啊, 我在这一次要使他们知道, 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 他们就知道, 我的名是耶和华了, 耶利米书第十七章, 犹大的罪是用铁笔, 用钻石间记录的, 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弹角上, 他们的儿女, 纪念他们高纲上, 清脆树旁的坛和树丛, 我在田野的山啊, 我逼你在四境之内, 在你重高丘所犯的罪, 把你的货物, 财宝, 交给掳掠的, 并且, 你因自己的罪弊, 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 我也必使, 你在你所不认识的地上, 服侍你的仇敌, 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 直烧到永远, 耶和华如此说, 倚靠人血肉的绑壁, 心中离弃, 耶和华的, 那人必受咒诅, 因他必向荒漠的杜松, 不见福乐来到, 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 在无人居住的简地, 倚靠耶和华, 以耶和华为可靠的, 那人有福了, 他必向树栽于水旁, 在河边扎他的根, 必不见炎热来到, 叶子倒壁清脆, 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 而且结果不止, 人心比凡物都诡诈, 恶到极处, 谁能石头呢, 我耶和华是见差人心, 试验人肺腑的, 要照个人所行的, 和他做事的结果待他, 那不按正道德才的, 好像这姑坐在旦上, 却不孵蛋, 到了中年, 那才都必离开他, 他终究成为鱼丸人, 我们的圣所, 是从太初高高的荣耀宝座, 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 凡离弃你的避之蒙羞, 耶和华说, 离开我的, 他们的名字避写在图里, 因为他们离弃了, 耶和华活水的泉源, 耶和华啊, 求你医治我, 我便痊愈, 拯救我, 我便得救, 因你是我所赞美的, 看啊, 他们对我说, 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 叫这话应验吧, 至于我, 那跟从你作目者的职份, 我并没有急忙离弃, 也没有想往那栽秧的日子, 这是你知道的, 我嘴唇所出的言语, 在你面前都未合适, 不要使我因你惊恐, 当灾祸的日子, 你是我的盼望, 愿那些逼迫我的暴亏, 却不要使我暴亏, 使他们惊慌, 却不要使我惊慌, 使灾祸的日子临到他们, 以双倍的毁坏毁坏他们, 耶和华对我如此说, 你去站在平民的门口, 就是犹大君王所入, 并他们所出的门, 又站在耶路撒冷的个门口, 对他们说, 你们这犹大君王和犹大众人, 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 凡从这些门进入的都当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谨慎, 不要在安息日单身摩担子, 进入耶路撒冷的个门, 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中担出担子去, 无论何宫你们都不可做, 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 正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的, 他们却不听从, 不侧耳而听, 净映着景象不听, 不受教训, 耶和华说, 你们若留意听从我, 在安息日不单慎摩担子, 进入这城的个门, 只以安息日为圣日, 在那日无论何宫都不做, 那时就有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 他们与犹大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 或坐车或骑马, 进入这城的个门, 而且这城必存到永远, 也必有人从犹大成义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 从遍崖敏地, 平原, 山地并南地而来, 都带凡记, 别样的记, 素记, 和乡, 并赞美记, 到耶和华的殿去, 你们若不听从我, 不以安息日为圣日, 仍在安息日担担子, 进入耶路撒冷的个门, 我必在个门中点火, 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 不能熄灭, 耶利米书第十八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书, 你起来, 下到陶匠的家里去, 我在那里, 要使你听我的话, 我就下到陶匠的家里去, 正与他转轮做器皿, 陶匠用泥做的器皿, 在他手中做坏了, 于是他又用这泥, 另做别的器皿, 陶匠看怎样好, 就怎样做,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 耶和华说, 以色列家呀, 我代你们, 岂不能照这陶匠弄泥吗? 以色列家呀, 你们看, 你在陶匠的手中怎样, 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 我何时论到一帮霍异国说, 要拔出, 拆毁, 毁坏, 我所宣告要反对的那一帮, 若是转移离开他们的恶, 我就必后悔, 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 我何时论到一帮霍异国说, 要建立, 灾职, 他们若行我眼中看畏恶的事, 不听从我的话, 我就必后悔, 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 因此, 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 定义刑罚你们, 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 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 他们便说, 这是枉然, 我们倒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 我们个人要随自己妄想的恶心做事, 所以,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前往一交民中询问, 有谁听见这样的事, 处女以色列行了一件极可怕的事, 篱笆嫩的雪从田野的磐石, 留下人岂会撇下, 从别处留下的凉水岂会被弃呢, 因为我的百姓竟忘记我, 向本位虚无的烧香, 使他们从古道离开, 在所行的路上半跌, 使他们行没有修筑的路, 以致他们的地变为荒凉, 常常吃笑, 翻经过这地的比惊害摇头, 我必在仇敌面前分散他们, 好像用东风吹散一样, 他们遭难的日子, 我必以背向他们, 不以面向他们, 他们就说, 来吧, 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 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 智慧人设谋略, 先知说话语都不能断绝, 来吧, 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 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 耶和华啊, 求你理会我, 且听那些与我争敬之人的话, 岂可以恶报善呢, 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 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 为他们代求, 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销, 故此, 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予饥荒, 用刀剑使他们的血倾倒, 愿他们的欺丧子且做寡妇, 又愿他们的男人被治死, 愿他们的少年人在镇上被刀所杀, 你使敌军忽然临到他们的时候, 愿人听见哀声从他们的屋内发出, 因他们挖坑要捉拿我, 暗设网罗要扮我的脚, 耶和华啊, 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计谋, 你都知道, 不要饶恕他们的罪孽, 也不要从你眼前涂抹他们的罪恶, 要叫他们在你面前跌倒, 愿你发怒的时候, 如此罚伴他们, 耶利米书第十九章, 耶和华如此说, 你去取陶将的瓦平, 又带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 出去到新嫩子谷, 东门门口那里, 宣告我要告诉你的话, 说, 由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 当听耶和华的话, 大君知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看啊, 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 凡听见的人都避耳明, 因为他们离弃了我, 将这地方看为平常, 在这里向别神烧香, 是他们和他们列祖, 并由大君王素不认识的, 又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 他们又建筑巴黎的重高丘, 用火焚烧自己的儿子, 作为繁祭献给巴黎, 这不是我所吩咐的, 不是我所提说的, 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 耶和华说, 因此, 看啊, 日子将到, 这地方必不再称为 托斐特和心嫩子谷, 反倒称为杀戮谷, 我必在这地方, 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 也必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倒于刀下, 并寻所其命的人手下, 他们的尸首, 我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 我必使这城变味荒凉, 令人吃笑, 凡经过的人, 必因这城所遭一切的灾, 惊害吃笑, 我必使他们在围困窘迫之中, 就是仇敌和寻所其命的人, 窘迫他们的时候, 个人吃自己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 那时, 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 对他们说, 大军之, 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 正如人打碎陶匠的瓦器, 以致不能再完好, 并且人要在托匪特葬埋他们, 甚至无处可葬, 耶和华说, 我必像这地方和其中的居民如此行, 使这城与托匪特一样, 耶路撒冷的房屋和犹大君王的宫殿必被玷污, 与托匪特地一样, 这是因他们在旗上向一切天象烧香, 向别神交电祭的宫殿房屋的缘故, 于是, 耶利米从托匪特救世, 耶和华拆他去说预言的地方, 回来,站在耶和华殿的院中, 对众人说, 大君知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看啊, 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 临到这城和蜀城的一切村庄, 因为他们映着景象不听我的话, 耶利米书第二十章, 祭司阴脉的儿子巴施霍尔, 他又识作, 耶和华殿的总管, 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 他就打先知耶利米, 用耶和华殿旁, 遍雅敏高门内的家, 将他夹在那里, 次日, 巴施霍尔将耶利米开家释放, 于是耶利米对他说, 耶和华不是叫你的名为巴施霍尔, 乃是叫你马格尔米撒币, 因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使你自觉惊吓, 你也必使众朋友惊吓, 他们必倒在仇敌的刀下, 你也必亲眼看见, 我必将犹大人全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 他要将他们掳到巴比伦去, 也要用刀将他们杀戮, 并且我要将这城中的一切力量和劳碌得来的, 并一切珍宝, 以及犹大君王所有的宝物都交在他们仇敌的手中, 仇敌要抢掠夺取, 带到巴比伦去, 你这巴施霍尔和一切住在你家中的人都必被掳去, 你和你的众朋友就是你向他们欲言虚晃的都避到巴比伦去, 要死在那里, 葬在那里, 耶和华啊, 你曾欺哄我, 我也受了你的欺哄, 你比我有力量, 且胜了我, 我天天被人吃笑, 人人都戏弄我, 我自从开讲就发出哀声, 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 因为耶和华的话天天成了我的凌辱, 几次, 我就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 然而他的话在我心里好像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鼓中, 我就寒忍不住, 不能自禁, 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毁谤, 思维都是惊恐, 他们说告他吧, 我们也要告他, 凡做我知己的也都窥探我, 说或者他被引诱, 我们就能剩他在他身上报仇, 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 好像甚可怕的勇士, 因此逼迫我的必斗半跌, 不能得胜, 他们必大大蒙羞, 因为他们必不亨通, 他们所受的羞辱永远不被忘记, 试验一人, 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大军之, 耶和华啊, 求你容我献你在他们身上报仇, 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 赞美耶和华, 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 脱离恶人的手, 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 愿我母亲缠我的那日不蒙福, 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 使我父亲甚欢喜的, 愿那人受咒诅, 愿那人向耶和华所轻浮而不后悔的诚意, 愿他早晨听见哀声, 正午听见呐喊, 因他在我为出胎的时候不杀我, 诱惑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 太就捅我时常重大, 我为何出胎县劳碌愁苦, 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 耶利米书第21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那时, 西底加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士护尔, 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藩雅去线耶利米, 说, 请你为我们求问, 耶和华, 因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攻打我们, 或者, 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座位带我们, 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 耶利米又对他们说, 您当对西底加这样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看啊, 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 就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 和围困你们的迦勒底人打仗的兵器翻转过来, 又要使这些都聚集在这城中, 并且, 我要在怒气, 猎怒, 和大脑恨中用伸出来的手, 并大能地绑壁, 亲自攻击你们, 又要击打这城的居民, 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 以后, 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加和他的臣仆百姓, 并那些在城内, 从瘟疫, 刀剑, 饥荒中剩下的人, 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中, 和他们仇敌, 并寻所其命的人手中, 巴比伦王必用刀刃击杀他们, 不顾惜, 不可怜,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要对这百姓说,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 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 饥荒, 瘟疫而死, 但出去归降, 围困你们迦勒底人的必的存活, 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 耶和华说, 我向这城变脸, 降火不降服, 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 他必用火焚烧, 至于犹大王的家, 有话说, 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 大卫家呀,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 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 恐怕我的烈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 如火灼起, 甚至无人能以熄灭, 耶和华说, 住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说, 谁能下来攻击我们, 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 看啊, 我与你为敌, 耶和华说, 我却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 我也必使火在这林中灼起, 将它四为所有的进行吞灭, 他说的, 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并非如此, 反倒贪婪, 流无辜人的血, 行欺压和强暴, 所以, 耶和华论道由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靖如此说, 人必不为他哀哭说, 哀哉, 我的兄弟或说, 哀哉, 我的姊妹也不为他哀哭说, 哀哉, 我的主或说, 哀哉, 我主的荣华, 他必被埋葬, 好像埋驴一样, 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 你要上离巴嫩哀嚎, 在巴山扬生, 从渡口哀嚎, 因为你所亲爱的都毁灭了, 你兴盛的时候, 我对你说话, 你却说, 我不听, 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 不听从我的话, 你的牧者要被风吞吃, 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 那使你逼你一切的恶蒙羞暴溃, 你遮住黎巴嫩, 在香柏树上搭窝的呀, 有痛苦临到你, 好像疼痛临到阵痛的妇人, 那使你何等蒙温, 耶和华说, 由大王约雅静的儿子戈尼亚, 虽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 我凭我的永生启示, 也必将你从旗上摘下来, 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所拟命的人, 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 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和迦勒底人的手, 我也必将你和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 并不是你们生的地方, 你们必死在那里, 但他们心中甚想归回之地, 必不得归回, 戈尼亚这人是被轻看, 破坏的偶像吗? 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 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 弟啊,弟啊,弟啊, 当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如此说, 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 是平生不得亨通的, 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的亨通, 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 耶利米书第23章, 耶和华说, 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者有祸了, 所以,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者, 如此说, 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过他们, 看啊, 我必讨你们这些恶的罪,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胜的, 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 令他们归回本圈, 他们也必生养增多, 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 牧养他们, 他们不再惧怕, 不再惊慌, 也不缺少,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看啊, 日子将到, 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 苗义, 必有衣, 王掌权, 行事亨通, 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 在他的日子, 由大必得救, 以色列也安然居住, 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 我们的义, 所以, 耶和华说, 看啊, 日子将到, 人必不再指着, 那领以色列人, 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 耶和华启示, 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 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 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他们必住在本地, 我因那些先知心中忧伤, 我骨头都发产, 因耶和华和他的圣言, 我像醉酒的人, 像被酒所剩的人, 地满了行饮的人, 因望自己启示, 得酒悲哀, 旷野的美的都枯浅了, 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的, 他们的永利使得不胀, 连先知代祭司都是亵渎的, 就是在我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 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此, 他们的道路必向黑暗中的滑道, 他们必被追赶, 在这路中扑倒, 因为当追讨之年, 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 曾陷渔望, 他们奉巴利说预言, 使我的百姓以色列走错了路, 我又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 曾见可怕的事, 他们饭兼饮, 坐视虚妄, 他们又兼顾恶人的手, 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的恶, 他们在我面前都像索多玛, 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像俄摩拉, 所以大军之, 耶和华论道先知如此说, 看啊, 我必将阴沉给他们吃, 又将苦胆谁给他们喝, 因为亵渎的是, 处于耶路撒冷的先知, 流行遍地, 大军之, 耶和华如此说, 这些先知向你们所预言的话, 你们不要听, 他们使你们成为虚无, 他们所说的异象, 是处于自己的心, 不是处于耶和华的口, 他们仍对藐视我的人说, 耶和华说, 你们必想平安, 他们又对一切按自己妄想之心而行的人说, 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 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 得以听见并明白他的话呢, 有谁留心听他的话呢, 看啊, 有, 耶和华的旋风在烈怒中已经发出, 是爆裂的旋风, 必大大临到恶人的头上, 耶和华的怒气必不转消, 直到他心中的意念成就了, 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 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 他们静自奔跑, 我没有对他们说话, 他们静自欲言, 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 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 就必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和他们所行的恶, 耶和华说, 我岂未近处的神呢, 不也未远处的神吗, 耶和华说, 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 使我看不现他呢, 耶和华说, 我岂不充满天地吗, 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 就是托我明说的假预言, 他们说, 我做了梦, 我做了梦, 说假预言的先知这样存心, 要到基石呢, 他们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 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邻居述说, 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 正如他们列祖音巴历忘记了我的名一样, 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 得我话的人可以忠诚讲说我的话, 康里怎能与麦子比较呢,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我的话岂不像火, 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堆吗, 耶和华说, 看啊, 那些先知个从邻居偷窃我的言语, 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 耶和华说, 看啊, 那些先知用舌头, 说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与他们反对, 耶和华说, 看啊, 那些预言假梦, 又述说这梦, 以谎言和轻率, 使我百姓走错了路的, 我必与他们反对, 我没有打发他们, 也没有吩咐他们, 因此, 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 这是耶和华说的, 无论是百姓, 是先知, 是祭司, 问你说, 耶和华有甚魔末世呢, 你就对他们说, 甚魔末世啊, 耶和华说, 我要离弃你们, 无论是先知, 是祭司, 是百姓, 说耶和华的末世, 我必刑罚那人和他的家, 你们个人要对邻居, 个人要对兄弟如此说, 耶和华回答慎魔, 耶和华说了慎魔呢, 耶和华的末世, 你们不可再提, 个人所说的话, 必做自己的末世, 因为你们谬用永生, 神, 大君知, 耶和华我们, 神的言语, 你们要对先知如此说, 耶和华回答你慎魔, 耶和华说了慎魔呢, 你们若说耶和华的末世, 耶和华就如此说, 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末世这句话, 我也打发人到你们那里去, 告诉你们不可说耶和华的末世, 所以看啊, 我必全然忘记你们, 离弃你们, 和我所赐给你们并你们列祖的城, 把你们从我面前赶出去, 我又必使永远的凌辱, 和长久的羞耻临到你们, 是不能忘记的耶利米书第24章,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将由大王约雅静的儿子耶戈尼亚和犹大的首领, 并木匠铁匠从耶路撒冷卤去, 带到巴比伦, 这是以后, 耶和华指给我看, 现有两栏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 一栏是极好的无花果, 好像是出熟的, 一栏是极坏的无花果, 坏得不可吃, 于是耶和华问我说, 耶利米你看现甚魔, 我说, 我看见无花果, 好得极好, 坏得极坏, 坏得不可吃,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被掳去的犹大人, 就是我打发离开这的到迦勒底人之地去的, 我必认定他们如这好无花果, 是他们的好处, 我要眷顾他们, 是他们的好处, 令他们归回这地, 我也要建立他们, 必不拆毁, 栽植他们, 并不拔出, 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 知道我是耶和华,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神, 因为他们要以心归向我, 耶和华实在如此说, 我必将由大王西底加和他的首领, 以及盛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 并住在埃及地的都交出来, 好像那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 我必使他们交出来, 被洗到地上列国中遭遇灾祸, 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 成为凌辱, 俗坦, 几次, 咒诅, 我必使刀剑, 饥荒, 瘟疫临到他们当中, 直到他们, 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的灭绝, 《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 由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亚靖帝四年, 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元年, 耶和华论由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 先知耶利米就将这话对由大众人, 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说, 从由大王亚们的儿子约西亚十三年直到今日, 就是第二十三年, 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 我也对你们传说, 就是从早起来传说, 你们却没有听从, 耶和华也从早起来, 差遣他一切的仆人众仙之道你们这里来, 你们却没有听从, 也没有侧耳而听, 他们说, 现在你们个人当回头, 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 便可居住, 耶和华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 直到永永远远, 不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 以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 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们, 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 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 陷害自己, 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大军之, 耶和华如此说, 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 看啊, 我必是北方的众族, 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萨, 来攻击浙的和浙地的居民, 并四为一切的国民, 将他们进行灭绝, 以致他们令人惊骇, 吃笑, 并且永久荒凉,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 新郎和新妇的声音, 推磨的声音, 和竹的亮光, 从他们中间止息, 这全地必然荒凉, 令人惊骇, 这些国民, 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 七十年满了以后, 我必行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 并加勒底人之地, 因他们的罪孽, 使那地永远荒凉,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 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 使耶利米向各国的民说的预言, 都临到那地, 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 也必使加勒底人做奴仆, 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 按他们自己手所做的报应他们,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对我如此说, 你从我手中接这杯烈怒的酒, 是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 他们喝了就要摇动, 并要发狂, 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 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 给耶和华所差遣, 我去的各国的民喝, 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成义, 并耶路撒冷的君王与首领, 使这成义荒凉, 令人惊骇, 嗤笑, 咒诅, 正如今日一样, 又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 首领, 以及他的众民, 并杂族的人民, 和乌斯帝的诸王, 与非利氏帝的诸王, 亚什基伦, 加萨, 以格伦, 以及亚什图剩下的人, 以东, 摩亚, 亚文人, 推罗的诸王, 西顿的诸王, 海岛的诸王, 底旦, 提马, 不思, 和一切在最角落处的, 阿拉伯的诸王, 住荒漠, 杂族人民的诸王, 新利的诸王, 以兰的诸王, 马带的诸王, 北方远近的诸王, 以及世界地上的列国喝了, 以后是沙克王也要喝, 所以你要对他们说, 大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你们要喝, 且要喝醉, 要呕吐, 且要跌倒, 不得再起来, 都因我要使刀见临到你们中间, 他们若不肯从你手接这杯喝, 你就要对他们说, 大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一定要喝, 看啊, 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骑手降灾, 你们能尽免刑罚吗, 你们必不能免, 因为我要命刀见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 这是大军之耶和华说的, 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 攻击他们, 说, 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 从圣居所发声, 从自己的居所上大声吼叫, 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大喊, 像踹葡萄的一样, 必有响声达到地级, 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 凡有血气的, 他必审问, 又把恶人交给刀剑, 这是耶和华说的, 大军之,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 并有大旋风从地的境界刮起, 到那日, 从地这边, 直到地那边都有, 耶和华所杀戮的, 必无人哀哭, 不得收敛, 不得藏埋, 必在地上成为粪土, 牧人啊, 你们当哀嚎, 呼喊, 群众的头目啊, 你们要滚在灰中, 因为你们被杀戮分散的日子成就了, 你们要跌碎, 好像美气打碎一样, 牧人无路逃跑, 群众的头目也无法逃脱, 必有牧人的呼喊, 有群众头目哀嚎的声音被听见, 因为耶和华把他们的草场毁坏了, 因为耶和华发出猛烈的怒气, 平安的住处就都砍倒, 他离了隐秘处像狮子一样, 他们的地因欺压的人凶猛, 又因他猛烈的怒气都成为荒凉, 耶利米书第26章, 由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靖登基的时候, 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 对有大众诚意的人, 就是到耶和华殿来敬拜的, 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 一字不可删减, 他们若肯听从, 个人回头离开恶道, 使我后悔, 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 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 你要对他们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若不听从我, 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 不听我从早起来, 又差遣到你们那里, 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 你们还是没有听从, 我就必使这殿如释罗, 使这城为地上列国所咒诅的, 于是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说的这些话, 几思先知与众民都听见了, 耶利米说完了, 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 几思先知与众民都来抓住他, 说你必要死, 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誉言, 说这殿壁如释罗, 这城必变未荒场无人居住呢, 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攻击耶利米, 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些事, 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 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坐下, 几思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 这人是该死的, 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 正如你们亲儿所听见的, 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 耶和华差遣我预言, 攻击这殿和这城, 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 所以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座位, 听从耶和华你们, 神的话, 耶和华就必后悔, 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 至于我, 看啊, 我在你们手中, 你们看何谓善, 何谓何谓, 就那样待我吧, 但你们要确实地知道, 若把我治死, 就必使无辜人的血归到你们和这城, 并其中的居民了, 因为耶和华时在差遣, 我到你们这里来, 将这一切话传于你们耳中, 首领和众民就对祭司, 先知说, 这人是不该死的, 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 神的名相我们说话, 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 对聚会的众民说, 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 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 大军知耶和华如此说, 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 耶路撒冷必便为乱堆, 这殿的山壁像丛林的高处, 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致死呢? 西西家岂不是敬畏, 耶和华恳求, 耶和华, 耶和华就后悔, 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吗? 若致死这人, 我们就做了大恶, 自害己命。 又有一个人奉, 耶和华的明说预言, 是激烈耶铃人士玛雅的儿子乌利亚, 他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 攻击这城和这地。 约亚经王和他众勇士, 众首领听见了乌利亚的话, 王就想要把他治死。 乌利亚听见却惧怕, 逃往埃及去了, 约亚经王便打发亚格波的儿子伊利拿丹, 带领几个人往埃及去。 他们就从埃及将乌利亚带出来, 送到约亚经王那里, 王用刀杀了他, 把他的尸首抛在平民的坟地中。 然而, 沙藩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 不交在百姓的手中致死他。 耶利米书第27章, 由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亚经登基的时候, 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 耶和华对我如此说, 你做神所与恶, 夹在自己的景象上, 即那些来到耶路撒冷建由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首, 把神所与恶送到以东王, 摩押王, 亚门人的王, 推罗王, 西顿王那里, 且嘱咐使臣, 穿与他们的主人说, 大军之,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我用大能和身处来的榜币, 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 牲畜, 我看给谁相宜, 就把地给谁。 现在我将这些的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首, 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 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 直到他国遭报的那日期来到, 那时, 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 无论哪一帮哪一国, 这是耶和华说的, 故此, 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卜的, 圆梦的, 观照的, 以及行邪术的, 他们告诉你们说, 你们不致服侍巴比伦王, 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 要叫你们迁移, 远离本地, 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 使你们灭亡, 但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扼下, 服侍他的邦国, 我必使那些邦国仍在本地存留, 得以耕种居住,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又照这一切的话对有大王西底加说, 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恶下, 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 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因刀剑, 饥荒, 瘟疫死亡, 正如耶和华对不服侍巴比伦王的那国说的话呢, 所以, 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 他们说, 你们不致服侍巴比伦王, 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 耶和华说, 我并没有打发他们, 他们还是托我的名说假预言, 好使我将你们和向你们说预言的那些先知赶出去, 一同灭亡, 我又对祭司和这种民说, 耶和华如此说, 不可听那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 他们说, 看啊, 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 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 不可听从他们只管服侍巴比伦王便得存活, 这城何至便为荒场呢? 他们若果是先知, 若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 让他们祈求大军之耶和华, 使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由大王宫内, 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 不被带到巴比伦去, 因为大军之耶和华论到柱子, 铜海, 盆座并留在这城里的器皿, 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将由大王约雅靖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 耶路撒冷一切贵族, 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所没有掠去的器皿, 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由大王宫内, 并耶路撒冷留下的器皿, 大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他们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 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 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 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第28章, 当年就是由大王西底家登基第4年5月, 激烈人压朔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 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 大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恶, 二年之内, 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 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 我又要将由大王约亚敬的儿子耶格尼亚, 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 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恶, 这是耶和华说的。 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拿尼亚说, 阿们, 愿耶和华如此行, 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 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所掳去的从巴比伦带回此地。 然而, 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 你应当听。 从古以来, 在你我以前的先知, 向多邦和大国说预言, 论到征战, 灾祸, 瘟疫的时。 先知预言的平安, 到话语成就的时候, 人便知道它真是耶和华所查来的。 于是, 先知哈拿尼亚将先知耶利米景象上的恶曲下来, 折断了。 哈拿尼亚又当住众民说, 耶和华如此说, 二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景象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恶。 于是, 先知耶利米就走了。 先知哈拿尼亚把先知耶利米景象上的恶折断以后,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你去告诉哈拿尼亚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折断穆恶, 却为他们做铁恶。 因为大军之,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我已将铁恶加在这些国的景象上, 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他们总要服侍他, 我也把田野的走兽给了他。 于是, 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拿尼亚说, 哈拿尼亚呀, 你应当听, 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 你竟使这百姓倚靠谎言。 所以,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要叫你去世, 你今年必死, 因为你曾缩叫百姓叛逆, 耶和华。 这样, 先知哈拿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 耶利米书第29章, 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 与贝鲁去, 仍生存的长老和祭司, 先知, 并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 掳到巴比伦去的重名, 这在耶戈尼亚王和太后, 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 以及木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 他借沙藩的儿子以利亚萨, 和希勒家的儿子吉玛利的手祭去, 他们二人是由大王西里加, 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贾尼撒王的, 信上说, 大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对一切被掳去的, 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 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 你们要盖造房屋, 住在其中, 栽种田园, 吃其中所产的, 娶妻生儿女, 为你们的儿子娶妻, 使你们的女儿嫁人, 生儿养女, 在那里你们好生养增多, 不至减少。 我说是你们被掳到的纳城, 你们要为纳城求平安, 为纳城祷告耶和华, 因为纳城的平安, 你们也随着的平安。 大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迷惑, 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 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 你们说假预言, 我并没有拆遣他们。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在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 我要眷顾你们, 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 使你们仍回此地。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将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终究有指望。 那时, 你们要呼求我, 祷告我, 我就听云你们。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寻见。 耶和华说, 我必被你们寻见, 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 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感, 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 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 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为你们说, 耶和华在巴比伦位, 我们兴起先知了, 当晓得, 耶和华论道, 做大卫宝座的王和, 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姓, 并你们位于你们一同被掳的弟兄, 大军之,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使刀剑, 饥荒, 瘟疫临到他们, 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 坏得不可斥。 我必用刀剑, 饥荒, 瘟疫逼迫他们, 使他们被洗到地上的列国, 在我所感, 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 惊骇, 痴笑, 羞辱。 耶和华说, 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 就是我从早起来, 借着差遣我仆人众先知去说的, 无奈他们不听。 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你们一切被掳去的, 就是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去的, 当听耶和华的话, 大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论到哥赖亚的儿子亚哈, 并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加, 如此说, 他们是托我明向你们说假预言的, 看啊, 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中, 他要在你们眼前杀害他们。 祝巴比伦一切被掳的犹大人, 必及这二人咒诅说, 愿耶和华使你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的西底加和亚哈一样。 这二人是在以色列中犯了极恶的事, 又与邻居的妻犯了奸隐, 并且假托我明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谎话, 知道的是我, 做见证的也是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又要对尼西兰人是玛雅如此说, 大君知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你既曾用自己的铭记性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藩雅并重祭司, 说耶和华已经立你西藩雅为祭司, 代替祭司耶和耶大使, 耶和华殿中有官长, 好将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用坚求助, 用家家助。 既然如此, 现在亚拿图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 你为何没有责备他呢? 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说, 这被卤的是必长久, 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 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 祭司西藩雅就把这信念给先知耶利米听, 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你当寄信给一切被卤的人说, 耶和华论到尼西兰人士玛雅说, 因为那时玛雅向你们说预言, 我并没有拆遣他, 他使你们倚靠谎言。 所以,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行罚尼西兰人士玛雅和他的后裔, 他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 也不得见我所要赐予我百姓的福乐, 因为他曾缩叫百姓叛逆, 耶和华。 这是, 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第30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 耶和华说, 看啊, 日子将到, 我要领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卤的人归回, 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他们就得遮得为业。 这是, 耶和华说的。 以下是, 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 耶和华如此说, 我们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 你们且访问看看, 男人有怀胎的阵痛吗? 我怎么看现人人用手掐腰, 像阵痛的妇人脸面都变苍白了呢? 爱在, 那日未大, 无日可比, 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 但他必被救出来。 大军之, 耶和华说, 到那日, 我必从你景象上折断他的恶, 扭开你的绳索, 外邦人不得再使他做他们的奴仆, 他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他们的, 神和我为他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 故此, 耶和华说, 我的仆人雅各啊, 不要惧怕, 以色列啊, 不要惊慌, 看啊, 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 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 雅各必回来得享安息平静, 无人使他害怕, 因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也要将所赶散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境界, 只是不将你灭绝境界, 倒要从宽城至你, 总不能不罚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你的损伤无法医治, 你的伤痕极其重大, 无人为你分宿, 使你的伤痕得以包扎, 你没有医治的良药, 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 不来探问你, 我因你的罪孽甚多, 罪恶加增, 曾用仇敌加的伤害伤害你, 用残忍者的惩治惩治你, 你为何因苦难哀嚎呢? 你的仇苦无法医治, 是因你的罪孽甚多, 因为你罪恶加增, 我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 故此, 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 你的敌人各个都被掳去, 掳掠你的必成为掳物, 抢夺你的必成为掠物。 耶和华说, 我必使你痊愈, 医好你的伤痕, 都因人称你未被感散的, 说, 这是西安, 是无人来探问的。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将雅各被掳去的帐篷领回, 也必顾惜他的住处。 成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岗, 宫殿也照旧有人居住, 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 从其中发出, 我要使他们增多, 不致减少, 也要使他们尊荣, 不致卑微。 他们的儿女也必如往日, 他们的会众坚力在我面前, 凡其压他们的, 我必行罚他。 他们的贵族必是属乎他们的, 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而出, 我要使他就近我, 他也要亲近我, 不然, 这层心亲近我的是谁呢?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你们的神。 看啊, 耶和华的旋风与烈怒一同发出, 是不住的旋风, 这旋风必痛痛临到恶人的头上。 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 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 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思想。 耶利米书第31章, 耶和华说, 正当那时, 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 他们必做我的子民。 耶和华如此说, 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 我使他想安息的时候, 他曾在旷野蒙温。 古时, 耶和华向我显现, 说, 我已永远地爱爱你, 因此我已慈爱吸引你。 处女以色列啊, 我要再建立你, 你就被建立, 你必再以鸡鼓为美, 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 你必仍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 栽种的人必得栽种, 也必吃其中的果子以为平常。 日子必到, 以法连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 起来吧, 我们可以上西安, 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 耶和华如此说, 当为雅各欢乐歌唱, 在列国的首领中间欢呼, 你们当传扬颂赞说, 耶和华呀, 求你拯救你的百姓, 以色列所剩下的人。 看啊, 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 从地的四井招聚, 同着他们来的, 有瞎子, 瘸子, 孕妇, 怀胎阵痛的妇人, 他们必成为大帮回到这里来。 他们要哭泣而来, 我要照他们恳求地引导他们, 我要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 在旗上不至半跌, 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 以法连是我的长子。 列国啊, 你们要听, 耶和华的话, 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 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 又看守他, 好像牧人看守羊群。 因, 耶和华就赎了雅各, 就赎他脱离比他更将之人的手。 故此, 他们要来到西安的高处歌唱, 又留归, 耶和华施恩之地, 就是有麦子, 新酒, 和油, 并出生羊群与牛群之地, 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 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 那时, 处女必欢乐跳舞, 年少的, 年老的, 也必一同欢乐, 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 并要安慰他们, 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 我必以非有使祭司的心满足, 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之族。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在拉玛听见有浩跳痛哭的声音, 使拉结哭他儿女, 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耶和华如此说, 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 禁止眼目不要流泪, 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 他们必从仇敌之地归回。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你终究必有盼望, 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 我实在听见, 以法连为自己这样悲叹说, 你曾责罚我, 我便受责罚, 像不惯附恶的公牛犊一样。 求你使我回转, 我便回转, 因为你是耶和华, 我的神。 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 受教以后就派腿叹息, 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 就蒙羞爆愧。 耶和华说, 以法连是我的爱子吗? 是可喜悦的孩子吗? 我自从责备他, 仍生顾念他, 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 我必要怜悯他。 除你以色列啊, 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 筑起高堆, 你要留心向大路, 就是你所去的原路, 你当回转, 回转到你这些成义。 背道的女子啊, 你反来覆去, 要到基石呢? 耶和华在地上创造了一件新事, 就是女子护为男子。 大军之,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我使被褥之人归回的时候, 他们在犹大帝和其中的成义, 必仍这样说, 公义的居所, 并胜山啊,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犹大自己和属犹大成义的人, 农夫和放羊的人, 要一同住在其中。 疲乏的人, 我使他饱足, 愁烦的人, 我使他知足。 贤侄说, 我醒来观看, 我觉着睡得香甜。 耶和华说, 看啊, 日子将到, 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不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 拆毁, 毁坏, 轻腹, 苦害, 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 栽植。 这是耶和华说的, 当那些日子, 人不再说, 父亲吃了酸葡萄, 儿女的牙酸倒了, 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 凡吃酸葡萄的, 自己的牙臂酸倒。 耶和华说, 看啊, 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不向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我虽作他们的丈夫, 他们却背了我的约,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与以色列家所要立的约, 乃是这样, 耶和华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内,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居和自己的兄弟说, 你该认识耶和华,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 我要饶恕他们的罪孽,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这是耶和华说的, 那是太阳白日发光, 是星月有定力, 黑夜发亮, 是波浪喷轰的洋海分开的, 大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这是耶和华说的, 那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 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 永远不再成果。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若是在上的天能以良度, 下地的根基能以寻查, 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地弃绝他们。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看啊, 日子将到, 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 从哈南夜楼直到脚门, 准绳要往外凉出, 迎向加利山上又围绕到戈亚。 抛尸的拳骨和道徽之处并一切田地, 直到吉伦西又直到东方马门的拐角, 都要归耶和华未胜, 不再拔出, 不再倾腹, 直到永远耶利米书第32章, 由大王系底家第十年, 就是尼布贾尼撒十八年,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那时, 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 先知耶利米囚在囚院内, 这囚院在犹大王的宫中, 因为犹大王系底家已将他囚禁, 说, 你为慎魔语言说,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 他必攻取这城, 犹大王系底家必不能逃脱迦勒底人的手, 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 要口对口彼此说话, 眼对眼彼此相看。 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 西底家必住在那里, 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 你们虽与迦勒底人争战, 却不顺利,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利米说,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看啊, 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献你, 说, 我在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 因你买这地是何乎赎回之力。 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果然照, 耶和华的话来到囚院内, 对我说, 我在遍雅敏境内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 因你买来是何乎承受之力, 是你当熟的, 你为自己买来吧。 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 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买了亚拿图的那块地, 凭了十七舍客乐银子给他。 我在气上画鸭, 将气封肩又请见证人来, 并用天平将钱评给他。 我便将照例按规所利买地的器具, 就是封肩的那一张和厂住的那一张, 当住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眼前, 和册上画鸭座见证的人面前, 并坐在囚院内的一切犹太人跟前, 将买气的器具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露。 当住他们众人眼前, 我嘱咐巴露说, 大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要将这封肩的和厂住的两张器放在瓦器里, 可以存留多日。 因为大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 田地和葡萄园。 我将买气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露以后, 便祷告, 耶和华说, 主耶和华啊! 你看, 你曾用大能和身处来的榜币创造天地, 在你没有南城的时, 你失慈爱与千代的人, 又将父亲的罪孽, 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 至大者, 全能者神, 大军之, 耶和华是他的名, 谋事有大略, 行事有大能, 你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 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待他, 在埃及地险神迹其事, 直到今日, 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 使自己得了名声, 正如今日一样, 用神迹其事和大能的手, 并伸出来的榜币, 与大可谓的是, 灵你的百姓, 以色列出了埃及, 将这的赐给他们, 就是你向他们列祖启事, 应许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 他们进入这地得了畏业, 却不听从你的话, 也不遵行你的律法, 你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 他们一无所行, 因此, 你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 看啊, 敌人已经来到, 柱磊要攻取这城, 城也因刀剑, 饥荒, 瘟疫, 交在攻城的迦勒底人手中, 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 你也看见了, 主耶和华啊, 你对我说, 要用前卫自己买那块地, 又请见证人, 因为这城已交在迦勒底人的手中了, 那时, 耶和华的话领导耶利米说, 看啊, 我是耶和华, 是凡有血气者的, 神, 岂有我难成的事吗, 所以,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将这城交付迦勒底人的手, 和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 他必攻取这城, 攻城的迦勒底人, 必来放火焚烧这城和其中的房屋, 人在这房屋上, 曾向巴黎献香, 向别神交店惹我发怒, 以色列人和犹大人, 自从幼年以来, 在我面前专行恶事, 以色列人尽一手所作的惹我发怒, 这时, 耶和华说的, 这城自从建造的那日直到今日, 像是常惹我怒气和烈怒的, 使我将这城从我面前除掉, 是因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切的邪恶, 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君王, 首领, 祭司, 先知, 病犹大的人, 以及耶路撒冷的居民所行的惹我发怒, 他们以背向我, 不以面向我, 我虽从早起来教训他们, 他们却不听从, 不受教训, 他们竟把可憎之物, 设立在称谓我名下的殿中, 污秽了这点, 他们在心嫩子谷, 建筑巴黎的重高丘, 好使自己的儿女, 惊火归魔落, 他们行这可憎的事, 使由大献在罪里, 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 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 故此, 现在论到这城, 就是你们所说, 将要因刀剑, 饥荒, 瘟疫, 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看啊, 我在怒气, 烈怒, 和大脑恨中, 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 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 领他们回到此地, 使他们安然居住,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神, 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 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 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的福乐, 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 避随着他们施恩, 并不离开他们, 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 不离开我, 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 要尽心尽意, 成诚实时将他们栽于此地,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我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 我也要照样使我所应许他们的一切福乐, 都临到他们, 你们说, 这的是荒凉, 无人民, 无牲畜, 是交付迦勒底人手之地, 日后在这境内, 必有人质买田地, 在遍崖民地, 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 犹大的成义, 山地的成义, 古地的成义, 并南地的成义, 人必用钱买田地, 在汽上画鸭, 将其封肩, 请出见证人, 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 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第33章, 耶利米还求在囚院内, 耶和华的话第二次领导他说, 成就的是耶和华, 造作, 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是他的名, 他如此说, 你求告我, 我就应允你, 并将你所不知道, 又大又难的事只是你, 论到这城中的房屋, 和犹大王的攻势, 就是被高磊和刀剑拆毁的,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人要与迦勒底人征战, 正是拿死尸充满着房屋, 就是我在怒气和烈怒中所杀的人, 因他们的一切恶, 我就掩面不顾这城, 看啊, 我要使这城得以全域安舒, 使城中的人的医治, 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 显明于他们, 我也要使由大贝鲁的, 和以色列贝鲁的归回, 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 我要除尽他们的一切罪, 就是向我所犯的罪, 又要赦免他们的一切罪, 就是干犯我, 违背我的罪, 这城要在地上列国人面前, 使我得送赞, 得荣耀, 名为可喜可乐之城, 列国人因听见, 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 所示的恩惠兴盛, 就惧怕战惊,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论这地方, 说是荒废无人民无牲畜之地, 但在这荒凉无人民无牲畜的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上, 必在听见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 新郎和心腹的声音, 并听见有人说, 要称赞大军之耶和华, 因耶和华本未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又有奉上赞美未祭祷, 耶和华殿中之人的声音, 因为我必使这地被掳的人归回和起初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 大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在这荒废无人民无牲畜之地, 并其中所有的城邑, 必在有牧人的住处, 他们要使羊群躺卧在那里, 在山地的城邑, 古地的城邑, 南地的城邑, 便雅敏地, 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 和犹大的城邑, 必在有羊群从树点的人手下经过,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看啊, 日子将到, 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 当那些日子, 那时候, 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义长起来, 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 在那些日子由大必得救, 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 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 祭司, 立位人在我面前也不断人献烦祭, 烧宿祭, 时常办理献祭的事,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 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 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 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未亡, 并能废弃我与世奉我的祭司, 立位人所立的约, 天上的天象不能竖算, 海边的沉沙也不能斗梁, 我必照样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 和是奉我的立位人多起来。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耶利米说, 你没有揣摩这百姓的话吗? 他们说, 耶和华所拣选的二族, 他已经弃绝了, 他们这样藐视我的百姓, 以为不再成国。 耶和华如此说, 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 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立, 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 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 不使大卫的后裔, 治理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后裔, 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 也必怜悯他们耶利米说第34章,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 和地上属他的各国各民, 攻打耶路撒冷, 和属耶路撒冷所有的诚意。 那时,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说, 你去告诉由大王西底加,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 他必用火焚烧, 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 定被拿住, 焦在他的手中。 你的眼要现巴比伦王的眼, 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 你也必到巴比伦去。 由大王西底加啊, 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 你必不被刀剑杀死, 你却要平安而死, 人必为你焚烧物件, 好像为你列祖, 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香品一般。 人必为你哀哭说, 爱在, 我主啊, 耶和华说, 这话是我说的。 于是, 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 将这一切话告诉尤大王西底加。 那时, 巴比伦王的军队正攻打耶路撒冷, 又攻打尤大所剩下的城义, 就是拉吉和亚西加, 原来尤大的坚固城只剩下这两座。 西底加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 要向他们宣告自由, 此后, 由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叫个人认他西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 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太兄弟做仆人。 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 就认他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 谁也不再叫他们做仆人。 大家就顺从将他们释放了, 后来却又反悔, 叫所认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 勉强他们仍未仆婢。 因此, 耶和华的话从神临到耶利米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我将你们的列祖从埃及的魏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 与他们立约说, 你的一个西伯来兄弟若卖给你, 服侍你六年, 到第七年, 你们个人就要认他自由出去。 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我, 也不侧耳而听。 如今你们回转, 在我眼前行了正事, 个人向邻居宣告自由, 并且你们在称谓我名下的殿中, 在我面前立约, 你们却又反悔, 殿如我的名, 个人教所是放随意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 勉强他们仍未徒币。 所以,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没有听从我, 个人向兄弟邻居宣告自由。 看啊, 我像你们宣告一样自由, 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 饥荒, 瘟疫之下, 并且使你们被洗到地上列国中。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他们曾将牛犊劈开, 分成两半, 从其中经过, 在我面前立约。 后来又违背我的约, 不遵行这约上的话。 犹大的首领, 耶鲁撒冷的首领, 太监, 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 分成两半, 从其中经过。 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所其命的人手中, 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 并且, 我必将由大王西底嘉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仇敌和寻所其命的人, 与那赞礼你们而去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 耶和华说, 看啊, 我必吩咐, 使他们回到这城, 攻打这城, 将城攻取, 用火焚烧, 我也要使犹大的诚意变为荒场, 无人居住, 你们不受教训, 不听从我的话吗? 丽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 他们已经遵守, 因他们直到今日也不喝酒, 却听从他们先祖的吩咐, 然而, 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 你们却不听从我。 我从早起来, 差遣我的仆人众先之趣, 说, 你们个人当回头, 离开恶道, 改正行为, 不随从是奉别审, 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 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 也没有侧耳而听。 因为丽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 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 这百姓却没有听从我, 因此, 耶和华大军之神,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看啊, 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游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 因为我对他们说话, 他们没有听从, 我呼唤他们, 他们没有回答。 耶利米对丽甲族的人说, 大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 谨守他的一切诫命, 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 所以大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立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 耶利米书第36章, 由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亚靖第四年,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你取一书卷, 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 并各国的一切话, 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 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至到今日都写在旗上。 或者由大家听见我想要想与他们的一切灾祸, 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 我好饶恕他们的罪孽和罪恶。 于是耶利米召了尼利亚的儿子巴鲁来, 巴鲁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 耶利米吩咐巴鲁说, 我被拘管, 不能进耶和华的殿, 所以你要去趁近时的日子, 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 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在书卷上的话, 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由大诚意出来的人听。 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个人回头离开恶道, 因为耶和华向这百姓所说要发的怒气和烈怒是大的。 尼利亚的儿子巴鲁就照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在耶和华的殿中从书上念耶和华的话。 由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静第五年九月, 耶路撒冷的众民和那从由大成义来到耶路撒冷的众民, 在耶和华面前宣告尽时。 巴鲁就在耶和华殿的上院, 耶和华殿的新门口, 沙藩的儿子文士基玛利亚的屋内, 念书上耶利米的话给众民听。 沙藩的孙子, 基玛利亚的儿子米盖亚听见书上耶和华的一切话, 他就吓到王宫进入文士的屋子, 看啊, 众首领就是文士以利沙玛, 是玛雅的儿子蒂莱雅, 亚格波的儿子以利拿丹, 沙藩的儿子基玛利亚, 哈纳尼亚的儿子西底加, 和其余的首领都坐在那里。 于是米盖亚对他们述说他所听见的一切话, 就是巴鲁向百姓念那书的时候所听见的。 众首领就打发古诗的曾孙, 势利米亚的孙子, 尼探亚的儿子游递到巴鲁那里, 对他说, 你将所念给百姓听的书卷拿在手中到我们这里来。 米利亚的儿子巴鲁就手拿书卷来到他们那里, 他们对他说, 请你坐下, 念给我们听。 巴鲁就念给他们听, 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害怕, 面面相关, 对巴鲁说, 我们必须将这一切话告诉王。 他们问巴鲁说, 请你告诉我们, 你怎样从他口中写这一切话呢? 巴鲁回答说, 他用口向我说这一切话, 我就用笔墨写在书上。 众首领对巴鲁说, 你和耶利米要去藏起来, 不可叫人知道你们在哪里。 众首领禁愿见王, 却先把书卷存在文氏以利沙玛的屋内, 以后将这一切话说给王听。 王就打发尤底, 去拿这书卷来, 他便从文氏以利沙玛的屋内取来, 念给王和王左右势力的众首领听。 那时正是九月, 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 王前面的火炉上有烧着的火。 尤底念了三四页, 他就用文氏的刀将书卷割破, 扔在火炉上, 直到泉卷在火炉上烧尽了。 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一切臣仆, 仍不惧怕, 也不撕裂衣服。 以利拿丹和蒂莱雅, 并基玛利亚恳求王不要烧着书卷, 他却不听他们。 王道吩咐哈米勒的儿子耶拉面, 和亚斯列的儿子希莱雅, 并亚伯迭的儿子士里米亚, 去捉拿文氏巴鲁和先知耶利米, 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 王烧了书卷, 其上有巴鲁从耶利米口中所写的画。 以后, 耶和华的话领导耶利米说, 你再取一卷, 将由大王约雅静所烧第一卷上的一切画写在其上。 你要对由大王约雅静这样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烧了这书卷, 说, 你为慎摩在旗上写着, 说巴比伦王必要来毁灭这的, 使这地上绝了人民牲畜呢? 所以, 耶和华论道由大王约雅静说, 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他的尸首必被抛弃, 白日受炎热, 黑夜受寒霜。 我必因他和他后裔, 并他臣仆地罪孽刑罚他们, 我又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 临到他们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并有大人, 只是他们不听。 于是, 耶利米又取艺书卷, 交给尼利亚的儿子文士巴鲁, 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 写了由大王约雅静所烧钱卷上的一切话, 另外又添了许多相旁的话, 《耶利米书》第37章, 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嘉, 代替约雅静的儿子哥尼亚卫王, 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利在由大帝做王的, 但西底嘉和他的臣仆, 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 耶和华界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 西底嘉王打发是利米亚的儿子尤甲, 和祭祀马西亚的儿子西藩亚, 去献先知耶利米, 说, 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 那时耶利米在民中出入, 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囚在尖里, 此后, 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 那围困耶路撒冷的迦勒底人, 听见他们的风声, 就离开耶路撒冷去了,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先知耶利米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由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 你们要如此对他说, 看啊, 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 避回埃及本国去, 迦勒底人必在来攻打这城, 江城攻取, 用火焚烧,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不要自欺说迦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 因为他们必不离开, 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征战的迦勒底全军, 但剩下受伤的人, 仍必个人从帐篷里起来, 用火焚烧这城, 迦勒底的军队, 因怕法老的军队, 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 耶利米就出离耶路撒冷, 要往遍雅敏的去, 为要从那里离开, 砸在民中, 他到了遍雅敏门那里, 有守门官名叫伊利亚, 是哈纳尼亚的孙子, 势利米亚的儿子, 他就拿住先知耶利米, 说, 你是投降迦勒底人啊, 耶利米说, 你这是谎话, 我并不是投降迦勒底人, 但伊利亚不听他, 就拿住耶利米, 借到首领那里, 故此, 首领恼怒耶利米, 并且打他, 将他囚在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 因为他们以这房屋当作监牢, 耶利米来到身牢中, 进入牢房, 在那里求了多日, 西底家王打发人提出他来, 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 从耶和华有圣魔化林到没有, 耶利米说, 有, 他说你奶药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 耶利米又对西底家王说, 我在圣魔世上得罪你, 或你的臣仆, 或这百姓, 你们竟将我求在监里呢, 对你们预言巴比伦王 必不来攻击你们和这帝的先知, 现今在哪里呢? 所以, 我诸我王啊, 求你现在垂听, 准我在你面前的恳求, 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 免得我死在那里, 于是, 西底家王下令, 要他们把耶利米交在囚院中, 每天从饼铺接取一个饼给他, 直到城中的饼庸进了, 这样, 耶利米仍在囚院中, 耶利米输第38章, 于是, 马坦的儿子士法提亚, 巴施呼尔的儿子基大利, 士利米亚的儿子尤甲, 马基亚的儿子巴施呼尔, 听见耶利米对众人所说的话, 说, 耶和华如此说, 留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 饥荒, 瘟疫而死, 但出去归降迦勒底人的必得存活, 因他必得自己的性命未略物, 得以存活。 耶和华如此说, 这城必要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 他必攻取这城, 故此, 首领队王说, 求你将这人致死, 因他向城里剩下的兵丁和众民说这样的话, 使他们的手发软, 这人不是求这百姓的平安, 乃是叫他们守灾祸。 西底嘉王便说, 看啊, 他在你们手中, 无论何事, 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 他们就拿住耶利米, 下在哈米勒的儿子玛基亚的身牢里, 那牢狱在囚院中, 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 身牢里没有水, 只有淤泥, 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 在王宫的太监中, 有埃塞俄比亚人以伯米勒, 听见他们将耶利米下了身牢, 那时, 王坐在汴雅敏门口, 以伯米勒就从王宫里出来, 对王说, 我主我王, 这些人向先知耶利米一位的行恶, 将他下在身牢中, 他在那里逼因饥饿而死, 因为城中再没有粮食。 王就吩咐埃塞俄比亚人以伯米勒说, 你从这里带领三十人, 趁着先知耶利米未死以前, 将他从身牢中提上来。 于是, 以伯米勒带领这些人同去, 进入王宫, 到库房以下, 从那里取了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 用绳子坠下身牢, 去到耶利米那里。 埃塞俄比亚人以伯米勒对耶利米说, 你用这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 放在绳子上, 垫你的戈之窝, 耶利米就照样行了。 这样, 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从身牢里拉上来, 耶利米仍在囚院中。 西底加王打发人带领先知耶利米, 进, 耶和华殿中第三门里见王, 王就对耶利米说, 我要问你一件事, 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 耶利米对西底加说, 我若告诉你, 你岂不定要杀我吗? 我若劝诫你, 你岂会听从我吗? 西底加王就私下向耶利米说, 我指着纳造我们生命之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必不杀你, 也不将你交在寻所你命的人手中。 耶利米对西底加说, 耶和华大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若诚诚实诚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 你的命就必存活, 这城也不至被火焚烧, 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 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 这城必交在迦勒底人手中。 他们必用火焚烧, 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 西底加王对耶利米说, 我怕那些投降迦勒底人的犹太人, 恐怕迦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 他们戏弄我。 耶利米说, 迦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 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 这样你必得好处, 你的命也必存活。 你若不肯出去, 耶和华只是我的话乃是这样, 看啊, 由大王宫里所剩的妇女, 必都带到巴比伦王的首领那里。 这些妇女必说, 你的朋友催逼你, 胜过你, 现你的脚陷入淤泥中, 就转身退后了。 人必将你的后妃和你的儿女, 带到迦勒底人那里, 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 必被巴比伦王的手捉住, 你也必使这层被火焚烧。 西底加对耶利米说, 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 你就不至于死。 首领若听见了我与你说话, 就来见你, 问你说, 你对王说圣魔话, 不要向我们隐瞒, 我们就不杀你。 王向你说圣魔话, 也要告诉我们。 你就对他们说, 我在王面前恳求, 不要叫我回到约拿丹的房屋, 死在那里。 随后众首领来见耶利米, 问他, 他就赵王所吩咐的一切话, 回答他们。 他们不再与他说话, 因为事情没有泄露。 于是, 耶利米仍在囚院中, 直到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日子。 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 他仍在那里, 耶利米书第39章, 由大王西底加第九年十月,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 到西底加十一年四月初九日, 城被攻陷。 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 巴比伦王的首领尼甲, 沙里靴, 三甲尼波, 撒西金, 拉撒里, 尼甲, 沙里靴, 拉莫, 并巴比伦王其余的一切首领都进了城, 坐在中门。 由大王西底加和一切兵丁看线他们, 就在夜间从靠近王源两城墙中间的门出城逃跑, 往平原逃去。 迦勒底的军队追赶他们, 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西底加, 将他拿住, 带到哈马地的利比拉,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里, 尼布甲尼撒就在那离审叛他。 巴比伦王在利比拉, 西底加眼前杀了他的重子, 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族。 他又弯西底加的眼睛, 用铜链锁着他, 要带到巴比伦去。 迦勒底人用火焚烧王宫和百姓的房屋, 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 那时,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江城里所剩下的百姓, 和那些投降他的逃民, 以及其余的民, 都掳到巴比伦去了。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却将民中毫无所有的穷人留在游大地, 当时给他们葡萄园和田地。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提到耶利尼, 嘱咐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说, 你领他去, 好好地看待他, 切不可害他, 他对你怎么说, 你就像他怎么行。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 和尼布莎斯班拉撒利, 尼甲, 沙利薛拉末, 并巴比伦王的一切官长, 打发人去, 将耶利米从囚院中提出来, 交与沙藩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姬大利带回家去, 于是耶利米住在民中。 耶利米还囚在囚院中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领导他说, 你去告诉埃塞俄比亚人以伯米勒说, 大军知,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看啊, 我说降祸不降福的话, 必临到这城, 到那日必在你面前成就了。 耶和华说, 到那日我必拯救你, 你必不置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 我定要搭救你, 你不置倒在刀下, 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 因你依靠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第四十章, 耶利米所在耶路撒冷和由大贝鲁到巴比伦的人中,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他从拉玛释放以后, 耶和华的话领导耶利米。 护卫长将耶利米叫来, 对他说, 耶和华你的, 神曾说要降这祸于此地。 如今耶和华使这祸临到, 照他所说的行了, 因为你们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 所以这是临到你们。 看啊, 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 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好, 就可以去, 我必后待你, 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不好, 就不必去。 看啊, 全帝在你面前, 你以为哪里美好, 哪里何宜, 只管上那里去吧。 耶利米还没有回去, 护卫长说, 你也可以回到沙藩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 基大利那里去, 现在巴比伦王立他作由大成义的省长, 你可以在他那里住在民中, 不然, 你看哪里何宜, 就可以上那里去。 于是, 护卫长送他粮食和赏赐, 是放他去了。 耶利米就到米斯巴建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在他那里住在境内剩下的民中, 在田野的一切军长和属他们的人, 听见巴比伦王立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坐境内的省长, 并将没有掳到巴比伦的男人, 妇女, 孩童, 和境内的穷人全交给他, 于是军长尼探亚的儿子已是玛利, 加利亚的两个儿子约哈南和约拿丹, 丹护灭的儿子西莱亚, 并弥陀法人以匪的重子, 马家人的儿子耶撒利亚和属他们的人, 都到米斯巴建基大利, 沙藩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启示说, 不要怕服侍迦勒底人, 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 您就可以得福, 至于我, 我正要住在米斯巴, 伺候那要到我们这里来的迦勒底人, 只是你们当机酗酒, 油和夏天的果子收在器皿里, 住在你们所占的诚意中, 在摩押地和亚门人中, 在以东地和各国的一切犹太人, 也听见巴比伦王留下些犹太人, 并立沙藩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他们, 这一切犹太人就从所赶到的各处回来, 到犹大帝米斯巴的基大利那里, 又积蓄了许多的酒, 并夏天的果子, 并且, 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却不信他们的话,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在米斯巴四下对基大利说, 求你容我去杀你探亚的儿子, 以时玛利, 必无人知道, 何必让他杀你, 使聚集到你这里来的犹太人都分散, 以至由大剩下的人都灭亡呢, 亚西干的儿子, 基大利对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说, 你不可行这事, 你所论以时玛利的话是假的, 耶利米书第四十一章, 七月间, 王的大臣宗室以利杀马的孙子, 尼探亚的儿子以史玛利带住十个人, 来到米斯巴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他们在米斯巴一同吃饼, 尼探亚的儿子以史玛利和同他来的那十个人起来, 用刀杀了沙藩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就是巴比伦王所立为全地省长的, 以史玛利又杀了在米斯巴, 基大利那里的一切犹太人和所遇见的迦勒底人病兵丁, 他杀了基大利, 无人知道, 第二天, 有八十人从事件和侍罗并撒玛利亚来, 胡须剔去, 衣服撕裂, 身体划破, 手拿贡物和香, 要奉到耶和华的殿, 尼探亚的儿子以史玛利出米斯巴迎接他们, 随走随哭, 遇见了他们, 就对他们说, 你们可以来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他们到了城中, 尼探亚的儿子以史玛利和同着他的人, 就将他们杀了, 抛在坑中, 只是他们中间有十个人对以史玛利说, 不要杀我们, 因为我们有库在田里, 其中有大麦, 小麦, 油, 蜜, 于是他住了手, 没有将他们杀在弟兄中间, 以史玛利将所杀之人的尸首都抛在坑里, 是他因为基大利的缘故杀的, 这坑是从前亚撒王因怕以色列王巴沙所挖的, 尼探亚的儿子以史玛利将那些被杀的人填满了坑, 以史玛利将米斯巴剩下的人, 就是众公主和仍住在米斯巴所有的百姓, 原是护卫长尼布撒拉旦, 交给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的, 都掳去了, 尼探亚的儿子以史玛利掳了他们, 要往亚门人那里去,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河同住他的众军长, 听见尼探亚的儿子以史玛利所行的一切恶, 就带领众人前往, 要和尼探亚的儿子以史玛利征战, 在积变的大水旁遇陷他, 以史玛利那里的众人, 看见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河同住他的众军长, 就都欢喜, 这样, 以史玛利从米斯巴索鲁去的众人, 都转身归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去了, 尼探亚的儿子以史玛利和八个人脱离约哈南的手, 逃往亚门人那里去了, 尼探亚的儿子以史玛利杀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从米斯巴江剩下的一切百姓, 大能的战士, 妇女, 孩童, 太监掳到鸡变之后,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河同着他的众军长江, 他们都夺回来, 他们便起行, 在靠近伯利恒的金罕玉柱下, 要进入埃及去, 因为尼探亚的儿子以史玛利杀了巴比伦王所立位省长的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约哈南去《帕加勒底人耶利米书》第42章, 众军长荷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并和沙亚的儿子耶撒利亚以及众百姓, 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进前来, 对先知耶利米说, 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 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 耶和华你的神, 我们本来众多, 现在剩下的极少, 这是你亲眼所献的, 愿耶和华你的神只是我们可走的路, 可做的事。 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 我已经听谢你们了, 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 耶和华你们的神。 看啊, 耶和华无论回答甚魔, 我必都告诉你们毫不隐瞒。 于是, 他们对耶利米说, 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到我们来说的一切话行, 愿耶和华在我们之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 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 他说的无论是好事歹, 我们都必听从, 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 过了十天, 耶和华的话领导耶利米, 他就将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住他的重军长, 并重百姓, 从最小的道至大的都叫了来, 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 就是你们请我在他面前为你们祈求的主。 如此说, 你们若仍住在这的, 我就建立你们, 必不拆毁, 栽植你们, 并不拔出, 因我未降于你们的栽祸后悔了, 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 耶和华说, 不要怕他,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 我也要向你们发怜悯, 好叫他怜悯你们, 使你们归回本地。 倘若你们说, 我们不住在这地, 也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 说, 我们不住这的, 却要进入埃及地, 在那里看不见征战, 听不见好声, 也不至无事饥饿, 我们必住在那里。 你们所剩下的犹大人, 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 大军之,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你们若定义, 要进入埃及, 在那里寄居, 你们所惧怕的刀剑, 在埃及的必追上你们, 你们所惧怕的饥荒, 在埃及要紧紧地跟随你们, 你们必死在那里。 凡定义, 要进入埃及, 在那里寄居的必遭刀剑, 饥荒, 瘟疫而死, 必无一人存留, 逃脱我所降与他们的灾祸。 大军之,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我怎样将我的怒气和烈怒青, 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 你们进入埃及的时候, 我也必照样将我的烈怒青, 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令人辱骂, 惊骇, 咒诅, 羞辱, 你们不得再见这地方。 你们所剩下的犹大人, 耶和华论道, 你们说, 不要进入埃及去, 你们要确实地知道, 我今日劝谐你们了, 你们本是存心诡诈, 那时你们请我到, 耶和华你们的神那里, 说, 求你为我们祷告, 耶和华我们, 神, 赵, 耶和华我们的, 神一切所说的告诉我们, 我们就必遵行。 现在, 我今日将这话告诉你们, 只是你们不听从, 耶和华你们的, 神, 也没有听从他差遣, 我到你们那里说的, 现在你们要确实地知道, 你们在索要去寄居之地, 必遭刀剑, 饥荒, 瘟疫而死, 耶利米书, 第43章, 耶利米向中百姓说完了, 耶和华他们, 神的一切话, 就是, 耶和华他们, 神差遣, 他去所说的一切话, 和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 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并一切狂傲的人, 就对耶利米说, 你说谎言, 耶和华我们的, 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 不可进入埃及, 在那里寄居, 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鲁, 挑唆你害我们, 为要将我们, 交在迦勒底人的手中, 使我们有被他们致死的, 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 于是,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和一切军长, 并重百姓, 不听从耶和华的画主在犹大地,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和一切军长, 却将所剩下的犹大人带去, 就是从被赶到各国回来, 在犹大地居住的, 有男人, 妇女, 孩童, 和众公主, 并护魏长尼布萨拉旦, 所留在沙藩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 基大利那里的重任, 与先知耶利米, 以及尼利亚的儿子巴鲁, 他们就进入埃及的, 这是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 这样, 他们就到了达比尼, 在达比尼, 耶和华的话领导耶利米说, 你在犹大人眼前, 要用手拿鸡块大石头, 藏在烧砖炉的砖泥中, 就是在达比尼法老的宫门那里, 对他们说, 大军之,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看啊, 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 在所藏的石头上, 我要安置他的宝座, 他必将光滑的宝杖置搭在旗上, 他来的时候, 要攻击埃及地, 定位死亡的, 必至死亡, 定位掳掠的, 必被掳掠, 定位刀杀的, 必交刀杀, 我要在埃及众神的庙中拾火着起, 巴比伦王要将庙与焚烧, 神像掳去, 他要披上埃及地, 好像牧人披上外衣, 从那里安然而去, 他又必打碎埃及地博世脉的众像, 用火焚烧埃及人众神的庙语, 耶利尼书第44章, 有领导耶利尼的话, 论及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太人, 就是住在密夺, 达比尼, 罗伏, 巴推罗境内的犹太人, 说, 大军之,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我所降与耶路撒冷, 和犹大哥城的一切灾祸, 你们都看见了, 看啊, 那些诚意今日荒凉, 无人居住, 这是因居民所犯的恶, 去烧香是奉别神, 就是他们和你们, 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众神, 惹我发怒, 我从早起来, 差遣我所有的仆人众先之取说, 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这可憎之事, 他们却不听从, 不侧耳而听, 不转离恶事, 仍向别神烧香, 因此, 我的怒气和烈怒都倒出来, 在犹大城一中和耶路撒冷的街道上, 如火着起, 已至都荒废凄凉, 正如今日一样, 现在, 耶和华大君之, 神, 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你们为何做这大恶自害己命, 使你们的男人, 妇女, 孩童, 和吃奶的, 都从由大中捡出, 不留一人, 就是因你们手所做的, 在所去居住的, 埃及的向别神烧香, 惹我发怒, 使你们捡出自己, 在地上列国中, 令人咒诅羞辱呢? 你们列祖的恶行, 犹大猎王和他们后妃的恶行, 你们自己和你们妻子的恶行, 就是在犹大帝, 耶路撒冷街上所犯的, 你们都忘了吗? 他们到如今, 还没有谦卑, 没有惧怕, 没有遵行, 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面前所设立的法都律例, 所以大君之,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看啊, 我必向你们变脸降灾, 又要捡出犹大众人, 那定义进入埃及地, 在那里寄居的, 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 我必使他们尽都灭绝, 在埃及地扑挡, 他们必知因刀剑饥荒灭绝, 从最小的道至大的, 都必遭刀剑饥荒而死, 以致令人辱骂, 惊骇, 咒诅, 羞辱, 我怎样用刀剑, 饥荒, 瘟疫, 刑罚耶路撒冷, 也必照样刑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 甚至那进入埃及的寄居的, 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 都不得逃脱, 也不得存留归回犹大地, 就是他们心中甚想归回居住之地, 除了逃脱的以外, 一个都不能归回, 那些住在埃及地巴推罗, 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 与旁边站立的重妇女, 有一大群人, 回答耶利米说, 论道你奉耶和华的名相, 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必不听从, 我们定要行我们口中所出的, 向天后烧香, 交电计, 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 君王, 首领, 在犹大的城义中和耶路撒冷的街道上, 素长所行的一样, 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食物, 想福乐, 并不见灾祸, 自从我们停止, 向天后烧香, 交电计, 我们倒缺乏一切, 又阴刀剑极荒灭绝, 妇女说, 我们向天后烧香, 交电计, 坐天后向的饼供奉他, 向他交电计, 是外乎我们的男子吗? 耶利米对一切那样, 回答他的男人, 妇女说, 你们与你们列祖, 君王, 首领, 并国内的百姓, 在由大城义中和耶路撒冷街道上, 所烧的香, 耶和华几不纪念, 心中岂不思想吗? 耶和华因你们所做的恶, 所犯可憎的事, 不能再容忍, 所以你们的地荒粮, 令人惊骇咒诅, 无一人居住, 正如今日一样, 你们烧香, 得罪, 耶和华, 没有听从, 耶和华的话, 没有遵行他的律法, 条例, 法度, 所以你们遭遇这灾祸, 正如今日一样, 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 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由大人当听, 耶和华的话, 大军之,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你们和你们的欺斗口中说, 手里做, 说, 我们定要偿还所许的愿, 向天后烧香, 交电祭, 现在你们必要成就所许的愿而偿还, 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由大人当听, 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说, 看啊, 我指着我的大名启示, 在埃及全地, 我的名不再被由大一个人的口称呼说, 我只住主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看啊, 我必向他们留意, 降祸不降福, 在埃及地的一切由大人, 必因刀剑, 饥荒所灭, 直到灭尽, 然而, 尚有少数脱离刀剑的, 必从埃及的归回由大地, 那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寄居的, 就是所剩下的由大人, 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 是我的话呢, 还是他们的话, 耶和华说, 我在这地方刑罚你们, 必有预兆, 使你们知道我将获于你们的话, 必要立得住,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将埃及王法老和弗拉交在他仇敌和寻所其命的人手中, 像我将由大王西底加交在他仇敌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手中, 和寻所其命的人手中一样, 耶利米书第四十五章, 由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靖第四年, 尼利亚的儿子巴鲁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 耶利米说, 巴鲁啊,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对你如此说, 你曾说, 我现在有祸了, 耶和华将有苦加在我的忧愁上, 我在叹息中发昏, 不得安歇, 你要这样告诉他, 耶和华这样说, 看啊, 我所建立的, 我必拆毁, 我所栽植的, 我必拔出, 在这全地我都如此行, 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 不要图谋, 看啊, 因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 但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略物, 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第46章, 耶和华攻击外邦人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 这话是攻击埃及, 攻击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 这军队安营在右发拉底河边的加基米师, 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在由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静, 第四年所打败的, 你们要预备党牌盾牌, 往前上阵, 马兵啊, 你们要给马套上甲, 骑上马, 顶盔战力, 磨枪灌甲, 我为何看见他们惊慌转身退后呢? 他们的勇士打败了, 急忙逃跑并不回头, 原来惊吓思维都有, 这是耶和华说的, 不要容快跑的逃避, 不要容勇士逃脱, 他们避半跌, 扑向北方右发拉底河边, 这向洪水涨发, 向江河之水流动的是谁呢? 埃及向洪水涨发, 他的水流动, 向江河的水, 他说, 我要上去遮盖遍地, 我要毁灭成意和其中的居民, 马匹上去吧, 车辆急行吧, 勇士, 就是手拿盾牌的埃塞俄比亚人和利比亚人, 并拉宫的吕底亚人都出去吧, 这日是主大军之, 耶和华报仇的日子, 要向敌人报仇, 刀剑必吞吃的宝, 饮血饮足, 因为主大军之, 耶和华在北方右发拉底河边, 有献祭的事, 做处女的女子埃及啊, 可以上击猎取乳香去, 你虽多服良药, 总是突然, 因你必不得治好, 列国听见你的羞辱, 你的哀声便满了地, 勇士与勇士彼此相碰, 便一起跌倒, 耶和华队先知耶利弥所说的话, 轮到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要来攻击埃及地, 你们要传扬在埃及, 宣告在密夺, 报告在罗浮, 达比尼说, 要坚立站稳, 自做准备, 因为刀剑要在你四围施行吞灭的事, 你的勇士为何被冲去呢? 他们站立不住, 因为耶和华驱逐他们, 他是多人跌倒, 彼此扑到旗上, 他们便说, 起来吧, 我们再往本民本地去, 好躲避欺压的刀剑, 他们在那里喊叫说, 埃及王法老不过是个生意, 他已错过所定的时候了, 君王名为大君之, 耶和华的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事, 他来的士牌, 必向他驳在众山之中, 像加密在海边一样, 你这住在埃及的女子啊, 要预备掳去时所用的物件, 因为挪福壁荒废凄凉, 无一人居住, 埃及好像极匪美的母牛犊, 但毁灭来到了, 毁灭处于北方, 其中的顾勇好像肥工牛犊, 他们也转身退后, 一起逃跑, 他们站立不住, 因为他们遭难的日子, 追讨的时候已经临到, 其中的声音好像蛇形一样, 敌人要成对而来, 如砍伐树木的手拿斧子攻击他, 耶和华说, 埃及的树林虽然不能寻查, 敌人却要砍下, 因他们多于诈猛, 不可胜数, 女子埃及必然暴溃, 必交在北方人的手中, 大军之,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说, 看啊, 我必行伐挪的众人和伐佬, 并埃及与埃及人的众神, 以及君王, 就是必行伐伐佬和一切倚靠他的人, 我又要将他们交付寻所其命之人的手, 和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与他臣仆的手, 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 与从前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 然而, 我的仆人雅各啊, 不要惧怕, 以色列啊, 不要惊慌, 看啊, 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 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 雅各必回来, 得以休息安逸, 无人使他害怕, 我的仆人雅各啊, 不要惧怕, 因我与你同在, 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境尽, 却不将你灭绝境尽, 道要从宽城至你, 只是我不能全然不罚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第47章, 法老公鸡加萨之先, 有耶和华公鸡非利式人的化民到先知耶利米,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有珠水从北方发起, 必为掌溢的洪水, 要掌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 并成和其中所住的, 那时人必呼喊, 境内的居民都必哀嚎, 听见敌人撞马提跳的响声和战车隆隆, 彻轮轰轰, 卫妇的手就发软, 必不回头看顾儿女, 因为日子将到, 要毁灭一切非利式人, 又捡除帮助推罗, 西顿所剩下的人, 原来, 耶和华必毁灭非利式人, 就是加匪托的余胜的人, 加萨成了光秃, 亚士基伦鱼谷中所剩的都被捡灭, 你用刀划身要到基石呢, 耶和华的刀剑啊, 你到基石才止息呢, 你要入窍, 安静不动, 耶和华既嘱咐他攻击亚石基伦和海边之地, 他焉能止息呢, 他已经派定他在那里了, 耶利米书第四十八章, 大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攻击磨牙, 磨牙不再被称赞, 有人在西石本设计攻击磨牙, 说来吧, 我们将磨牙剪除, 不再成果, 马得勉啊, 你也必被砍下, 刀剑必追赶你, 必有喊声, 从何罗念发出, 是荒凉大毁灭的哀声, 磨牙毁灭了, 他的孩童发哀声, 使人听见, 人上鲁西坡随走随哭, 因为仇敌在何罗念的下坡, 听见有毁灭的哀声, 你们要奔逃, 自救性命, 独自居住, 好向旷野的杜松, 你因依靠自己所做的, 和自己的财宝, 必被攻取, 基摩和属他的祭司, 首领也要一同被掳去, 行毁灭的必来到个城, 并无一成的免, 山谷必至败落, 平原必被毁坏,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要将翅膀给摩押, 使他可以逃脱而去, 他的诚意避至荒凉, 无人居住, 以诡诈为, 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 禁止刀剑不精血的必受咒诅, 摩押自幼年以来常想安逸, 如酒在渣子上澄清, 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 也未曾被掳去, 因此, 他的原味尚存, 香气未变, 耶和华说, 看啊, 日子将到, 我必打发漂流地往他那里去, 使他漂流, 倒空他的器皿, 打破他们的坛子, 摩押必因寂寞羞愧, 像以色列家从前倚靠, 伯特利的神羞愧一样, 你们怎么说, 我们是有能的, 是有力打仗的呢, 摩押被毁坏, 离开他的城义上去, 他所特选的少年人, 下去遭了杀戮, 这是君王名为大军之耶和华说的, 摩押的栽阳临近, 他的苦难速速来到, 凡在他思维的和认识他明的, 你们都要为他悲伤, 说, 那结实的杖和那美好的棍, 和净折断了呢, 你这住在底本的女子, 要从你荣耀的位上下来, 坐受前可, 因毁灭摩押的避临到你那里, 他必毁坏你的宝障, 祝亚罗尔的, 要站在岛旁观望, 问逃避的男人和逃脱的女人说, 是甚模式呢? 摩押因毁坏爆亏, 你们要哀嚎呼喊, 要在亚嫩旁报告说, 摩押被掳掠了, 刑罚临到平原之地的河伦, 雅萨, 米法亚, 迪本, 尼波, 伯迪比拉太阴, 吉列亭, 伯加莫, 伯米恩, 加略, 波斯拉, 和摩押的远近所有的诚意, 摩押的脚砍断了, 摩押的膀臂折断了,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们要使摩押沉醉, 因他向耶和华夸大, 他也要在自己所土之中打滚, 又要被人吃笑, 摩押啊, 你不曾吃笑以色列吗? 他岂是在贼中查出来的呢? 你自从提到他便欢喜踊跃, 住在摩押的民啊, 你们要离开城邑, 住在山崖里, 像鸽子在深渊口旁搭窝, 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 他是极其骄傲, 又听说他自高自傲, 并且狂妄, 居心自大, 耶和华说, 我知道他的愤怒, 但必不成就, 他的谎话必不未然, 因此, 我要为摩押哀好, 为摩押全地护喊, 我心必为吉尔哈列舍人悲伤, 西比马的葡萄树啊, 我为你哀哭, 甚于雅屑人哀哭, 你的枝子蔓延过海, 直尝到雅屑海, 那行毁灭的, 已经临到你夏天的果子, 和你所摘的葡萄, 肥田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 都被夺去, 我是酒榨的酒绝流, 无人踹酒欢呼, 他们的欢呼必贵于无有, 西施本人发的哀声, 达到以利亚利, 直达到雅杂, 他们发出喊声, 从索尔达到和罗念, 像一只三岁的母牛犊, 因为宁临的谁也必干涸, 耶和华说, 并且我必在摩押地, 使那在重高丘陷纪的, 和那向他的众神烧香的, 都断绝了, 所以, 我心为摩押哀鸣如霄, 我心为吉尔哈列社人也是如此, 因摩押人所得的财物都灭霉了, 个人头上必然光秃, 胡须必然减短, 个人手上必有画伤, 腰上必属麻布, 在摩押的各房顶上, 和街道上便处必有人哀哭, 因我打碎摩押, 好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他们必爱好说, 摩押何等毁坏, 何等羞愧准备, 这样, 摩押必令四围的人吃笑惊骇,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他必如鹰飞起, 展开翅膀在摩押以上, 加略被攻取, 宝杖也被占据, 到那日, 在摩押的勇士心中, 必疼痛如临产的妇人, 摩押必被毁灭, 不再成国, 因他向耶和华夸大, 耶和华说, 摩押的居民啊, 恐惧, 献坑, 网罗都必临近你, 躲避恐惧的必坠入献坑, 从献坑上来的, 必被网罗缠住, 因我必使追讨之年, 临到摩押, 这是耶和华说的, 躲避的人, 因为势力就站在西石本的影下, 但必有火从西石本发出, 必有火焰出于西红的城, 烧进摩押的脚和轰嚷人的头顶, 摩押啊, 有祸临到你了, 鼠鸡抹得民灭亡了, 因你的种子都被掳去, 你的种女也被掳去, 耶和华说, 到末后, 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 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位置, 耶利米书第49章, 论亚门人, 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没有儿子吗? 没有后嗣吗? 他们的王位何得加德之地位业呢? 属他的民位何住在以色列的城邑呢?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必使人在亚门人的拉巴听见打仗的喊声, 拉巴要成为乱堆, 属他的众女要被火焚烧, 先前得以色列地位业的, 此时以色列倒要做的他们之地位业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 西石本啊, 你要哀嚎, 因为爱地变为荒场, 拉巴的众女子啊, 你们要呼喊, 以麻布束腰, 要哭号, 在篱笆附近跑来跑去, 因他们的王和属他的祭司, 首领要一同被掳去, 被盗的女子啊, 你们为何因有山谷, 就是水流的山谷夸耀呢? 为何以靠财宝说, 谁能来到我这里呢? 主大君知, 耶和华说, 看啊, 我要是恐吓从你四围的那些人中临到你, 你们必被赶出, 个人一直前往, 没有人收据逃民, 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 这是耶和华说的, 论道以东, 大君知, 耶和华如此说, 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 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 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 抵旦的居民啊, 你们要转身逃跑, 住在深密处, 因为我向一嫂追讨的时候, 必是栽阳临到他, 摘葡萄的若来你那里, 岂不剩下些葡萄呢? 盗贼若夜间而来, 他们必毁坏直到够了, 我却是以扫赤路, 显出他的隐秘处, 他必不能自藏, 他的后裔, 弟兄, 邻居尽都灭绝, 他也归于无有, 你披下无父的儿女, 我必保全他们的命, 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袁锁你定不喝那杯的, 定已喝下了, 你能尽免刑罚吗? 你必不能免, 一定要喝。 耶和华说, 我指着自己启示, 波斯拉必成为荒场, 羞辱, 咒诅, 并且荒凉, 其中的一切诚意, 必变为永远的荒场。 我从, 耶和华那里听见风声, 并有一时被插往一郊之民去, 说, 你们聚集来攻击以东, 要起来征战。 看啊, 我要使你在一郊民中畏最小, 在世人中被藐视。 你这住在岩石穴中, 聚首山顶的呀, 你的威吓, 并你心中的狂傲, 使你自欺, 你虽如大鹰高高大窝, 我却从那里拉下你来。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东必荒凉, 凡经过的人就受惊骇, 又必因其中一切的灾祸吃消。 耶和华说, 必无人住在那里, 也无一人在其中居住, 要向索多玛, 俄摩拉, 和临近的城邑轻腹的时候一样。 看啊, 他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 攻击壮士的居所, 我却要在转眼之间, 施以东人逃跑离开他。 谁是蒙俭选的人, 我好派定治理他呢? 谁能比我呢? 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 要在我面前站立的那牧人是谁呢? 当听, 耶和华公鸡, 以东所说的谋略, 和他公鸡提曼居民所定的旨意, 他们群众微弱地定要被拉去, 他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 因他们扑倒的声音, 地久摇动, 其中呼喊的声音, 人在红海听见了。 看啊, 他必如鹰飞起, 展开翅膀在波斯拉椅上, 到那日, 以东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 论到大马士革, 哈马和亚尔拔暴溃, 因他们听见凶恶的信息, 心就胆怯了, 海上有忧愁, 不得平静。 大马士革发软, 转身逃跑, 惊恐将他捉住, 痛苦忧愁将他抓住, 如阵痛的妇人一样。 我所喜乐可称赞的城, 何竟存留不下? 他的少年人地仆倒在街上, 一切兵叮当, 那日必被剪除, 这是大军之耶和华说的。 我必在大马士革城中石火灼起, 烧灭遍哈达的宫殿。 论到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索攻打的基达和下索的诸国, 耶和华如此说, 迦勒底人啊, 你们起来上基达去, 掳掠东方人。 他们的帐篷和羊群都要夺去, 将曼子和一切器皿并裸驼自己掠去。 人向他们喊着说, 四围都有惊恐。 耶和华说, 下索的居民啊, 你们要投奔远方, 住在深密处, 因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设计谋害你们, 起攻击你们了。 耶和华说, 迦勒底人啊, 你们起来, 上那富有的国那里去, 这国安居无虑, 是无门无栓, 独自居住的。 他们的骆驼必成为掠物, 他们众多的牲畜必成为卤物, 我必将在最角落处的人散到各风, 又使栽阳从四围临到他们, 这是耶和华说的。 下索必成为龙的住处, 永远凄凉, 必无人住在那里, 也无人居在其中。 由大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 耶和华攻击以兰的华领导先知耶利米说, 大军之,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折断以兰人的功, 就是他们永利中为首的。 我要使四封从天的四方刮来, 领导以兰人将他们随风吹散, 这被赶散的以兰人没有一国不道的。 耶和华说, 我必使以兰人在仇敌和寻所其命的人面前惊慌, 我也必使灾祸, 就是我的列弩临到他们, 又必使刀剑追杀他们, 直到将他们灭尽, 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 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 这是耶和华说的。 到末后, 我还要使贝鲁的以兰人归回, 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第五十章, 耶和华界先知耶利米攻击巴比伦和迦勒底人之地所说的话。 你们要在列国中传扬报告, 树立旗帜, 要报告, 不可隐瞒, 说巴比伦被攻取, 比勒暴溃, 米罗达被打碎。 巴比伦的偶像都暴溃, 他的重想都被打碎。 因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 使他的地荒凉, 无人居住, 连人带牲畜都必迁移离开。 耶和华说, 当那些日子, 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 随走随枯, 他们要去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 他们必须问往西安的道路, 又面向这里, 说来吧, 我们要与耶和华连河位永远不忘的约。 我的百姓做了迷路的羊, 他们的牧人使他们走岔路, 在山上将他们转去, 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 竟忘了安歇之处。 凡遇见他们的, 就把他们吞灭。 他们的敌人说, 我们没有罪, 因他们得罪那座公义居所的耶和华, 就是他们列祖所仰望的耶和华。 我民啊, 你们要从巴比伦中迁出, 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 要向羊群前面走的攻山羊。 看啊, 因我必兴起联合的大国, 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 他们要摆阵攻击他, 他必从那里被攻去, 他们的剑必向永世擅射的剑, 意志也不突然返回。 迦勒底必成为掠物, 凡鲁掠他的都必心满意足, 这是耶和华说的。 毁坏我产业的啊, 你们应欢喜快乐, 且像草上风肥的母牛犊, 又像发吼声的公牛, 你们的母巴比伦就极其爆溃, 生你们的必然蒙羞。 看啊, 那在诸国之末的必成为旷野, 汉地荒漠。 因耶和华的愤怒, 必无人居住, 要全然荒凉, 翻经过巴比伦的要受惊骇, 又因他所遭的栽殃吃笑。 所有拉弓的, 你们要在巴比伦的四围摆阵, 射箭攻击他, 不要爱惜剑之, 因他得罪了耶和华。 你们要在他四围呐喊, 他已经投降, 根基倒塌了, 城墙拆毁了, 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 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 他怎样待人, 也要怎样待他。 你们要将巴比伦撒肿的和收割使, 拿镰刀的都剪除了, 他们个人因怕欺压的刀剑, 必归回本族, 逃到本土。 以色列是打散的羊, 是被狮子赶出的, 首先是亚树王将他吞灭, 末后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将他的骨头折断。 所以大军之,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看啊, 我必伐巴比伦王和他的地, 像我从前伐亚树王一样, 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居所, 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 又在以法连山上和激烈境内得以饱足。 耶和华说, 当那些日子, 那时候, 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 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限, 因为我所留下的人, 我必赦免。 耶和华说, 上去攻击米拉大翁之地, 又攻击比戈的居民, 要使他们荒凉, 追赶灭绝他们, 照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去行, 境内有打仗和大毁灭的响声, 全地的大堆和静砍断破坏, 巴比伦在列国中和静荒凉, 巴比伦啊, 我为你设下网罗, 你也不知不觉被缠住, 你被寻住, 也被捉住, 因为你与耶和华争敬。 耶和华已经开了他五倍的库, 拿出他恼恨的兵器, 因这乃是主大军之, 耶和华在迦勒底人之地当作的功, 你们要从极远的边界来攻击他, 开他的骨仓, 将他堆如堆垒, 毁灭境界, 丝毫不留, 要杀他的一切公牛毒, 使他们下去遭遇杀戮, 他们有祸了, 因为追讨他们的日子已经来到, 有从巴比伦之地逃避出来的人, 在西安扬声报告, 耶和华我们的神报仇, 就是为他的殿报仇, 召集弓箭手来攻击巴比伦, 你们凡拉弓的都要在巴比伦四位安营, 不要容易人逃脱, 照着他所做的报应他, 他怎样待人, 也要怎样待他, 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涝, 所以他的少年人毕蒲倒在街上, 他的一切兵叮当, 那日必被剪除, 这是耶和华说的, 主大军之耶和华说, 看啊, 你这智狂智傲的呀, 我与你反对, 因为我追讨你的日子已经来到, 那智狂智傲的必半爹蒲倒, 无人浮起, 我也必是火在他的诚意中筑起来, 将他四位所有的进行吞灭, 大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 凡掳掠他们的都紧紧抓住他们, 不肯释放, 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 大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他必申请他们的冤, 好使全地得平安, 并搅扰巴比伦的居民, 耶和华说, 有刀见临到迦勒底人和巴比伦的居民, 并他的首领与智慧人, 有刀见临到说谎话的, 他们就成为愚昧, 有刀见临到他的勇士, 他们就惊慌, 有刀见临到他的马匹, 车辆和其中杂族的人民, 他们必像妇女一样, 有刀见临到他的宝物就被抢夺, 有干旱临到他的重水就必干涸, 因为这是有雕刻之相的地, 人因他们的偶像癫狂, 所以旷野的走兽和众海岛的野兽必住在那里, 猫头鹰也住在其中, 那地必永无人烟, 世世代代无人居住, 耶和华说, 必无人住在那里, 也无人居在其中, 要像神清父索多玛, 俄摩拉和临近的城邑一样, 看啊, 必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 并有一大国和许多君王被兴起, 从地的四境来到, 他们必拿弓和枪, 性情残忍, 不施怜悯, 女子巴比伦啊, 他们的声音像海浪喷轰, 他们都必起马, 个人都摆队伍, 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 巴比伦王听见他们的风声, 手就发软, 痛苦将他抓住, 疼痛彷復阵痛的妇人, 看啊, 仇敌必向狮子, 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 攻击坚固的居所, 转眼之间, 我要使他们逃跑, 离开这地, 谁蒙拣选, 我就派谁治理这地, 谁能比我呢, 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 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 你们要听, 耶和华攻击巴比伦所说的谋略, 和他攻击迦勒底人之地所定的旨意, 群众中最小的定要把他们拉出来, 他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 因巴比伦被取的声音, 地就震动, 人在列邦都听见呼喊的声音, 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是毁灭的风瓜旗, 攻击巴比伦, 和再起来抵挡我的人当中居住的人, 我要打发博扬的来到巴比伦, 博扬他, 使他的地空虚, 在他遭祸的日子, 他们要周围攻击他, 拉弓的, 要向拉弓的和冠甲挺身的射箭, 你们不要联系他的少年人, 要灭尽他的全军, 这样, 被杀之人避倒在迦勒底人之地, 被刺透的都在巴比伦的街上, 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 却没有被他的神大军之耶和华丢弃, 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 各就自己的性命, 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被剪除, 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 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 巴比伦素来时, 耶和华手中的金杯是全地沉醉, 列国喝醉了他的酒就癫狂了, 巴比伦忽然轻负毁坏, 要为他哀嚎, 为止他的疼痛, 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 我们想医治巴比伦, 他却没有治好, 离开他吧, 我们个人归回本国, 因为他受的审判通于上天, 达到穷仓, 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 来吧, 我们可以在西安报告, 耶和华我们神的座位, 当将箭头磨亮, 收据盾牌, 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 将他毁灭, 所以兴起了马带君王的心灵, 因这事, 耶和华报仇, 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 当在巴比伦的城墙上树立旗帜, 要兼顾料望台, 派定守望地设下埋伏, 因为耶和华攻击巴比伦居民所说的话, 所定的意, 他已经做成, 住在多水之上, 广有财宝的啊, 你的结局到了, 你贪婪质量满了, 大军之, 耶和华指着自己启示说, 我必使敌人充满你, 像毛虫一样, 他们必呐喊攻击你, 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 用智慧建立世界, 用聪明铺张穷仓, 他一发声, 诸天中便有多水激动, 他使云雾从地级上腾, 他造闪电和雨, 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 个人按他的知识尽是处类, 各银匠都因雕刻的像暴溃, 他所住的像本是虚假的, 其中并无气息, 都是虚无的, 是错谬的工作, 到追讨的时候, 必已被除灭, 雅各的分不向他们, 因他是造作一切的主, 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杖, 大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你是我征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 因我要用你打碎列邦, 用你毁灭列国, 用你打碎马和骑马的, 用你打碎战车和御车的, 又要用你打碎男人和女人, 用你打碎老的和少的, 用你打碎壮丁和处女, 也要用你打碎牧人和他的群畜, 用你打碎农夫和他一对牛, 用你打碎军长和官长, 耶和华说, 我必在你们眼前, 报复巴比伦和一切迦勒底居民, 在西安所行的诸恶, 耶和华说, 你这行毁灭的山啊, 就是毁灭全地上的山, 看啊, 我与你反对, 我必向你伸手, 将你从山沿滚下去, 使你成为烧毁的山, 人必不从你那里取石头喂仿角时, 也不取石头喂根基石, 你却必永远荒凉,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们要在境内树立旗帜, 在各国中吹号, 使列国预备攻击巴比伦, 江亚拉拉, 米尼, 亚什基拿各国招来攻击他, 派军长来攻击他, 使马匹上来如粗野的毛虫, 列国和马带君王, 与旗下的军长和一切官长, 并他所管全地之人, 都预备攻击他, 地壁颤动悲哀, 因, 耶和华向巴比伦所定的旨意都必实行, 使巴比伦之地荒凉, 无人居住, 巴比伦的勇士止息征战, 藏在他们泪中, 他们的勇力衰尽, 好像妇女一样, 他们烧了巴比伦的住处, 他的门栓都折断了, 通报的奔跑, 要彼此相遇, 送信的要互相接会, 报告巴比伦王说, 城的这边被攻取了, 渡口被堵住了, 尾塘被火烧了, 冰冰也惊慌了, 大军之, 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说, 女子巴比伦好像何尝, 打他如同打凉的时候到了, 再过片时, 收割他的时候就到了, 以色列人说,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吞灭我, 压碎我, 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 他向龙将我吞下, 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 又将我赶出去, 西安的居民要说, 巴比伦以强暴带我, 损害我的身体, 愿者罪归给他, 耶路撒冷人要说, 愿留我们写的, 罪归到迦勒底的居民, 所以,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为你申冤, 为你报仇, 我必是巴比伦的海枯节, 使他的泉源干涸, 巴比伦必成为乱堆, 喂龙的住处, 令人惊骇, 吃笑, 并且无人居住, 他们要向狮子一同咆哮, 他们必向小狮子吼叫, 在他们火热之中, 我必为他们设白酒席, 使他们沉醉, 好叫他们快乐, 睡了长觉, 永不行起,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要领他们向绵羊羔, 向公绵羊和公山羊下到宰沙之地, 使沙克和静被攻去, 全地所称赞的和静被占据, 巴比伦在列国中和静变为惊憾, 海水涨起, 漫过巴比伦, 他被许多海浪遮盖, 他的诚意是荒场, 汉地, 旷野, 无人居住, 无人经过之地, 我必行罚巴比伦的比勒, 使他吐出所吞的, 列国必不再留归他那里, 巴比伦的城墙也必倒塌了, 我的民啊, 你们要从其中出去, 个人拯救自己, 躲避耶和华的列弩, 免得你们心惊胆怯, 阴境内所听见的风声惧怕, 这年有风声传来, 那年也有风声传来, 境内有强暴的事, 官场攻击官场, 看啊, 日子将到, 我必行罚巴比伦雕刻的重想, 他全地必然暴溃, 他被杀的人都必在其中扑倒, 那时, 天地和其中所有的, 必因巴比伦歌唱, 因为行毁灭的, 要从北方来到他那里, 这是耶和华说的, 巴比伦怎样是以色列被杀的人扑倒, 照样他全地被杀的人也必在巴比伦扑倒, 你们躲避刀剑的, 要离开, 不要站住, 要在远方纪念, 耶和华心中追向耶路撒冷, 我们听见辱骂就爆溃, 我们满面羞残, 因为外邦人进入耶和华殿的圣所, 耶和华说, 看啊, 日子将到, 我必行罚巴比伦雕刻的像, 通过受伤的人必爱哼, 巴比伦虽生到天上, 虽使他坚固的高处更坚固, 还有行毁灭的, 从我这里到他那里, 这是耶和华说的, 有哀嚎的声音从巴比伦出来, 有大毁灭的响声, 从迦勒底人之地发出, 因为耶和华使巴比伦变位荒场, 是其中的大声灭绝, 当他的声浪如大水喷轰, 他们就有声音发出, 因为行毁灭的临到巴比伦, 巴比伦的勇士被捉住, 他们个人的功都折断了, 因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 神必定施行报应, 君王名为大君之, 耶和华的说, 我必是巴比伦的首领, 智慧人, 军长, 官长和勇士都沉醉, 他们就避水长绝, 永不行起, 大君之, 耶和华如此说, 巴比伦宽阔的城墙, 必全然拆毁, 他高大的城门, 必被火焚烧, 众民必突然劳碌, 人所劳碌的必烧在火中, 他们都必困乏, 犹大王西底加在位第四年, 上巴比伦去的时候, 马西亚的孙子, 尼利亚的儿子西莱雅, 与王同去, 先知耶利米有话吩咐他, 这西莱雅士首领, 是安静人, 耶利米就将一切要临到巴比伦的灾祸, 就是攻击巴比伦的一切话, 写在书上, 耶利米对西莱雅说, 那时, 你到了巴比伦, 误要看看, 念这书上一切的话, 你就说, 耶和华呀, 你曾攻击这地方说, 要剪除, 甚至连人带牲畜, 没有在其中存留的, 必永远荒凉, 你念完了这书, 就把一块石头捆在书上, 扔在诱发拉底盒中, 你又要说, 巴比伦必如此沉下去, 不从, 耶和华所要降与他的灾祸浮起, 人民也必困乏, 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 耶利米书第52章, 西里加登基的时候年21岁, 在耶路撒冷坐网11年, 他母亲名叫哈姆他, 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 西里加行, 耶和华眼中看慰恶的事, 是赵约雅静一切所行的, 因此, 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 以至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 西里加背叛巴比伦王, 他作王第9年10月初10日,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 对称安营, 四位筑类工程, 于是, 城被围困制到西里加王11年, 4月初9日, 城里有大饥荒, 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 城被攻陷, 一切冰丁就在夜间, 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 迦勒底人正在城外四围, 他们就往平原逃去, 迦勒底的军队追赶西里加王, 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 他的全军都离开他死散了, 迦勒底人就拿住王, 带他到在哈马地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 巴比伦王便在那里审判他, 巴比伦王在西里加眼前杀了他的重子, 又在利比拉杀了犹大的一切首领, 然后弯了西里加的眼睛, 巴比伦王又用铜链锁着他, 带到巴比伦去, 将他囚在尖里直到他死的日子,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19年5月初10日, 服侍巴比伦王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 进入耶路撒冷, 用火焚烧, 耶和华的殿和王宫, 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 并一切尊贵人的房屋, 跟从护卫长迦勒底的全军, 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一切城墙, 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好些民中贫穷的, 和仍留在城里的百姓, 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 以及其余的大众都掳去了, 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 留下些境内贫穷的, 使他们修理葡萄园, 耕种田地, 耶和华殿的铜柱病, 耶和华殿内的盆坐和铜海, 迦勒底人都打坏了, 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 又带去锅, 铲子, 蜡简,碗,调羹, 并所用的一切铜器, 盆,火顶,碗, 斧,竹台, 调羹, 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了, 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 一个铜海, 并坐下的十二只铜牛, 这一切器具所用的铜多得无法可称, 论到两根柱子, 一根柱子高是八轴, 后四只, 是空的为十二轴, 柱上有铜顶, 高五轴, 铜顶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 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 柱子一面有九十六个石榴, 在网子周围共有一百石榴, 护卫长拿住祭司长西莱雅, 副祭司西凡亚和三个把门的, 他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太监, 并在城里所遇事件王策的七个人和检点国民军兵的总书记, 以及城里所遇见的国民六十个人,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就将这些人拿住, 带到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 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玛地的利比拉, 这样, 犹大被掳去离开本地, 尼布贾尼撒所掳的民数记在下面, 在他第七年, 掳去犹太人三千零二十三名, 尼布贾尼撒十八年, 从耶路撒冷掳去八百三十二人, 尼布贾尼撒二十三年,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掳去犹太人七百四十五名, 共有四千六百人, 尤大王约亚金被掳后三十七年, 巴比伦王已为尼罗达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使尤大王约亚金抬头, 替他出奸, 又对他说恩言, 使他的胃高过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胃, 给他托了囚服, 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赤饼, 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 日日赐他一分, 终身是这样, 直到他死的日子。 给他吃的日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